我覺得我不可能辯輸的 我的辯論勝率是100% 怎麼可能會輸 我才中同意人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是真理 好,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這個 與你何干 這個是這個 非常有歷史典故的一個題目 就是因為以前那個聖經上記載 那個耶穌他媽要跟耶穌講話的時候 耶穌就嗆了一句說 父人我與你何干 這樣子 對,然後呢就是我覺得非常屌 就是耶穌的意思就是說 就連他媽他都覺得跟他沒什麼關係 這樣子 對,那個 雖然那個故事最後他還是有跟他媽講話 我幫他媽做一些事情 但是這個本質上來講 他就是覺得說這個 就是人跟人之間好像其實是沒有關聯的 這樣子 那今天那個 我就是要就這個主題來說 我是正方 就是說我要主張這個 就是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譬如說被車撞死 譬如說什麼那個 就是吃飯食物中毒 或是什麼那個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覺得說不管我身上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得了COVID-19好了 都跟我左邊這個人沒關係 這樣子 對,就是那個 我是正方要主張這個立場 今天的來賓是我們公司的這個 CEO Michael 那請他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Michael 我在火星計畫大概兩年了 然後 那 我是2021年 進來公司 那現在是2023嘛 OK 然後 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比較擅長在電商操作這一塊 然後 我們在公司主要犯出的是金膜槍 所以我會 我在公司主要指責就是把金膜槍賣到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 然後 平常我也蠻喜歡辯論的 所以就今天一起來跟老闆探討一下這個議題 對,他應該是那個之前什麼 會計辯論比賽有拿過最佳辯手是嗎 有拿個人獎項 然後有代表台灣去大陸比賽 也不是還指導那個台大辯論隊拿好多冠軍 有指導台大的會計辯論隊 冠軍那個就運氣好 你都拿很多次啦 那你不是幾乎沒有失守過嗎 沒有,沒有這麼厲害 對對對 OK 好,所以今天題目就是 反正我就是主當那個沒有關係的嘛 就是 我覺得我這個主當太佔優勢了 因為這個我是有耶穌背書 就是這個 上古聖人 兩千多年前對不對 還號稱有死以復活的大能 然後 他都說了這個沒有關係了 對,那這個 這個還焉人有獎 對吧 就是這個 對 我講一下這個故事好了 就是有一次我跟老闆走在路上 然後我們要去吃午餐嘛 沒有記錯 然後剛好有一台摩托車是很危險的 他直接衝上人行道 然後他騎得很快 然後我就大罵了那個摩托車 然後把老闆抓過來 然後呢 就老闆當下就問我說這個 所以你是覺得這樣很危險 就是我被撞到你會怎麼樣嘛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 因為我的主張是我認為我的朋友 或是說很貼近的人 然後他們受傷我也是會覺得受傷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在乎別人的感受 大概是這樣子 對,其實我當時本來當下就想要講一句說 這個 我被機車撞與你合肝 但覺得這樣講有點太嗆了 所以 我修正一下我的用詞 就是用一種比較誠懇的發問的態度 就是說這個 這個如果我剛被那台機車撞了 你會有什麼感覺嗎 為什麼你要拉我這樣子 我換個角度問你好了 如果今天是摩托車衝過來 然後我差點被撞 你會不會拉我一把 對,我會 你會 那為什麼發生在你身上你不會 發生在別人身上你就會站 不是,我說理由是不一樣的 就是 就是因為你剛說了 你拉我是因為你覺得如果我被撞的話 你會覺得不舒服 我也會覺得你不舒服 或是說你不舒服會讓我覺得我不舒服 那假設我被撞完之後我太難置我 說 皮肉傷而已 這樣 那 那這樣的話你是不是就覺得沒差別 下次又不拉我了 那如果你連講出來的這個機會都沒有 欸都直接被撞死 對啊 欸那更好啊 那就表示沒差別 如果我直接被 不會不會 對對對 我說為什麼你會回恨一輩子 我直接被撞死了 表示我可能去天國了 那不是說往生極樂 是Five 都可能去到很好的地方 因為那個那些宗教都說 能不能自殺 但如果是被撞死呢 是有機會的 欸對嘛 所以我那邊被撞死了 欸 問題也很清楚 然後就是 如果 你來聽我講完 我們先假設啦 假設那些宗教都說 自殺會下地獄 會去不好的地方 我們先假設這個是對的 嗯 那我現在如果是被撞死 就死於非命 就這樣子 欸 橫禍死了 意外死了 那這樣的話 就起碼我不是自殺死的 所以起碼呢 我至少 保底不會去地獄 或去地獄 會降低一些 所以這樣你應該要感覺很開心 不然的話 萬一我那麽幾年之後 哪天想不開自殺走了 就是 因為你知道我從小我自殺傾向 那那所以如果 萬一幾年後 自殺走 你才要悔恨一輩子 那如果我是被飢餓撞死的話 你應該要覺得比較好啊 因為那個至少 欸 不會去那個最爛的地方 我們今天這個議題 是針對你自己本身 還是針對我們 就是整個社會的 那個 沒有沒有 我現在只是在跟你說 你可以往好的想 就如果是我被撞死了 你不需要回恨 那個對我 那個對我 那個對我為人叫做安慰自己 我當然可以往好的想 對對對 那個黃的圈就舒服了 終於不是自殺 舒服舒服 但是也就這樣而已啊 但是我也有機會讓你不要這樣 沒有 可是我現在就說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嘛 就是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被撞死了 你說你會悔恨 那你為什麼會在乎別人 欸不是不是 我那意思是說 我今天會拉 但是如果 如果有人被撞 我說我會拉就是 但是 如果我 如果 我沒有拉 然後那個人就被撞死 我 我應該不會悔恨終身 我立即就說 雖然我也會拉 那如果他躺在地板上 然後咽著最後一口氣說 你為什麼沒拉我 我就跟他講一句 我會與你合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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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說 就是你跟這位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 這個人就是你女朋友 好 那我 呃 這個 沒有 你舉這個例子有點 太奸詐了 太奸詐了 什麼奸詐 太奸詐了 太奸詐了 你女朋友你又會這樣 那如果你的重要性對我而言 類似於 女朋友 或是說我很好 沒有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跟你說 我覺得你舉這個例子是很不應該的 我就是說這個 就是 就是 就是說那個 呃 就是 反正我重要性應該沒有你女朋友的等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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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 沒有重要到我女朋友的等級 我也會拉 即便今天只是一個 呃 剛認識的好朋友 我們剛吃完一頓飯 然後 摩托在那邊 才能撞到他 甚至今天是氣扯 我也會拉他 對 你說路人甲你也會拉他 不見得是路人甲 路人甲 我覺得路人甲我也會拉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那個女朋友的例子很難回答嗎 今天我不是不能回答說沒有相干 我只是覺得說如果回答沒有相干的話 可能我就會沒有女朋友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 這個有一些潛在的風險 就是說我現在先講沒有相干 然後 那不是你的家人 萬一哪天我要交女朋友的時候就會很尷尬 家人沒問題啊 因為耶穌已經示範了 但耶穌沒有女朋友嘛 你應該知道 就是聖經記載耶穌無女友 所以我會說就是 就是我會說我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聖人 像耶穌這種的 那確實就可以很好回答 他就會回答說 女朋友也一樣 女朋友也一樣 對沒有特別 但是我現在還介於人跟聖人之間嘛 所以我猶豫了一下 我覺得說這個萬一我以後 哪天覺得說自己要交女朋友 那就會很尷尬 就是說我現在這樣亂講 說那個以後就被女朋友拿出來指紋 說他你在教什麼 他就說你沒有相干 所以你本質上還是覺得你是與你何干的 就包括女朋友也與你何干 應該是我認為如果是耶穌的話是這樣 如果是聖人的話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聖人 所以有一天你不在乎女朋友的這個被撞 與否就是聖人的 我就是精神境界的提升比較高 就是說我現在可能還沒那麼高 所以我會在意嘛 但我會說如果等我哪一天 心靈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我可能就覺得那沒關係 所以這個世界 大家的心靈層次提高的時候 在你的理想世界裡面 當大家心靈層次又提高 其實就是大家都不在乎別人 對對對 與你何干嘛 見到每個人 跟我沒關係 今天每個人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都跟我沒關係 這就是精神城市的提升 所以這是天堂的狀況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我的主張 我是正方 代表正方 與你何干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人這樣應該不相對天堂 你說 天堂那聲音很差 招聲廣告 不能這樣講 天堂聲音會很差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個世界 或是一個社會 所有人都是不在乎別人的想法的話 我沒辦法想像那種社會長什麼樣子 或是說 我今天反過來講 我今天是開車的人 我撞死一個人 對 然後躺在地板上 啊啊啊啊 沒關係 他就看著你說 你為什麼撞我 他又跟他說 我與你何干 然後就開始走 對 你覺得這樣是一個 精神層次的提升 這樣子你是會造勢逃逸 所以你可能會被 不是啊 我們現在是聖人 我們還在乎法律 不是 我在說你會被告 你會被關起來 但你不用在乎法律啊 你就給大家示範啊 說對 我就是覺得我這樣撞了人之後 然後被法院審判 然後關起來 或被判死刑 假的比較嚴重 然後你就覺得說 也無所謂啊 譬如說像那個鄭傑 可能就是聖人的一個代表 因為他那個殺了一堆人 還毫無回憶 這話很危險 但是他被審判死刑 他好像也沒有說 我懺悔 我覺得我很不應該 他沒有 現在他的動機好像是 他想要做一件很屌很屌很屌的事情 所以才是做的 對 但重點是他死了之後 他好像是沒有回憶 就是他沒有說 啊我覺得我這個很糟糕了 他沒有那樣痛哭流涕 說啊我要被死了 死刑了 我查一下好了 外面症結了什麼 痛哭流涕 我就 舉錯例子了 他痛哭流涕搞不好也不是 是為了那些人 是為了家人之類的 不是啊 沒有沒有那就是有回憶 我跟你說 因為如果他還在意他家人的話 那那些被殺的人都有家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他不在乎那些人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覺得那概念不一樣 就是 你只要不在乎就是 所有人都不在乎 你如果有在意的人 你就沒辦法說 別人沒有在意的人 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啊 濫殺四人無悔意 對啊 就是 這個 對 多位家屬都情緒激動哽咽 對 然後呢 這個 那你覺得正結章是上天堂嗎 不知道啊 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我只能說有可能 那這樣天堂幹嘛去 嗯 沒有啊 去天堂就可以遇到正結啊 就不錯啊 就是 就是 可以跟他再去前緣 對 就是在天堂把他 殺人他 扁下凡間 歷經無悔之苦 哈哈哈哈 正結 天真啊 你以為 天堂不是所有人的武力之都平等 什麼 天堂不是所有人就是都平等 欸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因為可能那個家屬是帶著仇恨上去 然後他就是把他 帶著仇恨上去 不是 他同歸於盡 就是 我例如說說 假設那個家屬跟正結說 我就跟你一起堕用房間 我也甘願 對 就是我本來那個家屬可能性基督叫做性佛教 他可能已經 修養不錯 修養不錯 他可能修養本來不錯 結果被正結這樣一繳之後 他就覺得說 他媽的 正結真是太過分 毀了我的幸福的家庭跟生活 然後他就上天堂去 找正結報仇 可是這樣去天堂呢 就是 他就是為了報仇 我自己說 我們跟正結沒有仇 然後那個 我們可能正常 老死病死 然後 這樣的天堂幹嘛去 就是說這樣的天堂是我上去之後 發現沒有任何關心我 然後 我也沒有感情 你會不需要關心任何人 對阿 這不是很好嗎 就是 大家都相安無事阿 和平阿 君子之曜淡無垂阿 這樣真的好嗎 你說你也會在乎別人 那你就會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突然偷渡看 我沒有偷渡看 我沒有偷渡看 我們在討論事情 我說我沒有在乎別人 就是我沒有在乎別人 你在乎你未來會交不到女朋友 或你女朋友幹什麼 沒有沒有 我是說萬一我改變 萬一萬一 那我現在還沒有 我現在還沒改變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什麼 旁邊有人 你會拉一把 就是我跟你交錯 對對對 我會拉 但是 我會拉就是 是出於 那個 社會風俗嘛 就是說 如果我不拉 那你幹嘛在意社會 那你幹嘛在意社會 那因為我可能 不拉會被社會輿論批判 那你幹嘛在意社會輿論 因為那可能會 對我不利阿 那你幹嘛在意 那可能會造成我個人性的痛 比如說就可能有人 就覺得我沒拉他 又不爽就揍我一拳 那我就有個人性的痛苦 你應該不在意被揍吧 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覺得說別人的痛苦與我沒關係 但是我自己會痛 可是撞到你 可是撞到你你會痛 對對我自己會痛的話 由於我有關了 所以 這個還是不同的 那好 所以你今天被撞 覺得沒事 跟那個人也沒關係 你只是覺得自己會痛 所以你不想被撞 這樣嗎 應該說如果我怕痛 我就會散開 我就不會被撞 所以那天是 可是你沒意識到 他從後面來 騎得很快 沒有阿 我有意識到阿 只是我想要那個 說這個 如果你拉我就不被撞 如果你不拉我就被撞 我覺得兩個都是可以接受的結果 只是剛剛你選的拉我那邊 如果你選的沒拉我 那是另一個劇情 可能就被撞 就哎呀哎呀哎呀 然後就哎 超人熊你這個賤人 居然沒拉我 這樣就罵羊俊 對就是覺得說這個 那你這樣罵不就代表你在乎嗎 沒有阿 就是很爽而已阿 就是 不是就是好玩阿 就是就是 沒有阿 製造你的悔恨阿 然後看你在那邊悔恨說這個 對啊 我平常應該是能拉的 怎麼今天沒拉 然後你就在那邊懊悔 覺得說你做錯事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阿 其實你可能也沒做錯什麼 我也不覺得你做錯什麼 然後只是覺得就可以 那看到我的悔恨 會讓你覺得 沒有這只是 爽或是好玩 沒有我也不一定會那樣講 我只是舉一個可能的情況 可是你說沒有感情的話 應該是 不過我只是舉一個可能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 完全不在乎任何的感受的話 你不應該 看到我可能會悔恨 而導致你覺得爽 沒有阿 就是好玩而已阿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玩也是一種情趣 你說好玩也是一種情趣 也是一種感受 好玩 但好玩是一種感受阿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怎樣都很好玩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被撞也好玩 不被撞也好玩 我今天被撞了 然後台地上 罵你兩句 也好玩 我今天被撞了台地上 都不跟你講話 我覺得也好玩 都好玩 就是怎麼都好玩 就是看你今天想玩 那你不適合上天堂 因為天堂聽起來不好玩 確實阿 所以我在地球阿 就是因為 我讓他覺得天堂那些人都境界太高 他們都什麼都不好玩 他們都一樣 就沒區別 平淡如水 沒差別 他們太厲害了 他們都沒差別 我都不接受 就是像那個我記得上次 好像上博恩的時候 博恩就有問阿 說為什麼我不能是 沒有想要也沒有不想要 就是說所有事情發生 我沒有特別開心也沒有特別不開心 我就都可以接受這樣 你說都很平淡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那個就不太好 我的不太好就是說 我覺得那個就比較天堡 我覺得那個不太好 我比較地球 我在這個事情上 我還是有一些那個 玩性 就是想要看看這樣會怎麼樣 就是有這種性質阿 那你有這種玩性 會不會代表你其實也沒有真的做到那麼的 與你何干 你說玩性就是反應了我沒有與我何干 對啊 嗯 可是不大可能 問題是這個玩性又沒有差別 就是說今天誰怎麼樣 我都都都可以 就是都都一樣 你一定會有一個心中比較希望 就是那樣比較好玩 那那樣就是你想要的地方 那樣 不是阿 我會說那樣可能跟人沒有差阿 就是說那樣可能是無差別性的 就今天是那個 就是草登雄我也覺得好玩 今天是換人 路人我也覺得好玩 我覺得沒有差別 不會因為跟你有有產生關係的人 讓你覺得 好玩 好玩的程度 多或變少 嗯 完全沒有嗎 我覺得 嗯 有一點點差別啦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差別 因為那個差別在於說 如果是陌生人 他們就不想跟我玩 就陌生人假設把我撞倒了 我就罵他 你說你這個混蛋 然後他可能也覺得說 與你何該 那些 然後我就覺得說 啊玩不起來 就不好玩 沒有 下次跟你說 不好意思 沒有我那時候陌生人不一定會那麼好玩 像我可以說我是被一個機車撞的 嗯 然後我那時候就 倒了之後 又在路邊 然後機車其實就停下車來跟我 關心一下 看有沒有怎麼樣 嗯 然後我那時候就 當下我第一個問題 就問了機車就是說 你會不會覺得今天發生這件事情 很倒楣 嗯 就是說你要停下車來 然後跟我浪費時間 嗯 因為你騎那麼快 表示你應該是 三號趕時間 對對對 所以你不應該停下來關心我 你應該要直接騎走去趕你的時間 才是正確的 那你今天停下來看我怎麼樣 你在浪費你的時間 這是錯誤的 對 或者說這就表示你很倒楣這樣 所以我就問他說 有沒有覺得你很倒楣 他應該覺得撞到神經病 沒有沒有 沒有 撞到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問他說你是很倒楣 他沒有 他只是 我記得他當下只是那個 撞到腦袋外面 他當下只是說這個 沒辦法啊 就這樣 就一種無奈樣這樣子 對就是 所以有此我可以反推 他一定不是有急事 他只是因為那天下雨 想要早點騎回家 嗯 就是他回家之後 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 所以他才覺得說 可以跟我在這邊浪費時間 對 所以你知道我覺得那個 關鍵在於 他有可能等一下有急事 但是你 他撞到你這一次 他認為這件事變得更急 欸 我覺得就不是這樣 就是 但我的意思說 重點在於他 可以被浪費的時間的多寡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好玩 就是說這個人有大把時間 可以跟我浪費 那我就覺得很好玩 那如果說這個人 他沒空跟我浪費時間 我就覺得不好玩 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的好玩不好玩 那取決於我的交手對象 他到底時間 寶不寶貴 就是如果那種很愛惜光陰 覺得自己時間很珍貴 說什麼一秒鐘就一萬塊的 那種我就很難玩 那如果說是那種就是時間很多的 可是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完全的 與你和幹才對 按照你的說法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時間多寡也 與你和幹 時間多寡有影響 我覺得那個時間多寡 重點應該是在於說 今天那個人如果可以 被浪費的時間很少的話 那我可能就 只能浪費他一下 他就不理我了 所以我意思說 那樣就不好玩了 對 那如果說今天一個人 他可以被浪費的時間 很多的話 又可以浪費他很多時間 那我覺得很好玩 就有點像是 那個儲值的概念 就是我每個人 假設他這個人 有可能一百小時 可以給我浪費 那我家用了一百小時 用光就沒了 用光再儲值就又有了 那我意思就是說 反正就是 如果用光沒了 就沒了他就認了嘛 但我會說如果用光之前 又再儲值又有 那也很好啊 但我意思就是說 反正就是要有時間可以浪費 就好玩了 你還有好玩的情緒 不是要代表沒有真的做到 那種天國的沒有感情嗎 你也不是那麼的 沒有啊 我一直都主張沒有啊 我一直都主張 我沒有達到天國的境界 但我只是說 你現在是與你和幹的狀態 沒有沒有 我現在只是說 我認為那個與你和幹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意思就是說 你做不到但你認為沒有問題 對 而且我意思就是說 我說可以被浪費的時間多跟少 那個東西只是就是可以玩多久 但我會說我玩誰我是沒差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玩誰玩多久應該都是 但是 邏輯上來說應該也都是與你和幹的 不是不是我現在一直都說 誰我都玩 我只是看我能玩他玩多久 好像講到焦點問題 但你有變態嗎 不是 不是就是說那個 我一直都說 這時間長短還是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 如果說這個只能玩一小時了 有時候我就懶得玩了 因為覺得說一小時就擠得速了 這沒意思這樣子 因為通常就是 時間短的時候你能玩的東西比較少 時間越長你可以玩的東西越多 理論上是這樣的 一個遊戲如果 我覺得有點 一分鐘就分勝負 大家覺得不好玩 我覺得有點偏調 我們拉回去主題 就是 沒有啊這沒有偏調啊 你的痛 遊戲的時間長短跟遊戲的體驗 是有相關的 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那主題是那個 與你和幹啊 然後我現在是在說 主題不是說你的痛跟 我沒有關係 對啊沒有關係啊 你不需要在乎 對啊對啊 不用在乎彼此啊 但是我會在乎他有多少時間可以陪我玩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那個時間少的人 我就會覺得他比較不重要嘛 因為現在你的意思就是說 呃 我也有比較在乎的人 跟比較不在乎的人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 但是我的比較在乎 比較不在乎的 判決是在於說 那個人他有多少時間可以跟我玩耍 他有很多時間跟我玩耍 我就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如果那個人沒有什麼時間跟我玩耍 就覺得這個人 就比較不重要嘛 那我意思是說我的判定的表情是在於 他有多少時間可以被我浪費 所以並不是在於說 那個人是誰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都沒關係 我覺得每個人跟我都沒關係 但如果他有大把時間可以給我浪費 那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我就想要浪費他時間 就我的人生的樂趣就是浪費別人的時間 嗯 那這不是代表你也是很在乎嗎 浪費別人時間又很爽 因為浪費別人時間就有那個 體現自己的生命的價值啊 就人生 我的人生的價值就是以我能夠浪費多少人的多少時間為目標 自己很良自己的人生價值 對對對 我覺得有人生價值就是要浪費別人時間 浪費越多越好 那會不會跟你現在的十方一樣 就只是 你的人生價值一樣 就是你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然後 只有你是這樣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是 你說大部分人都不是 因為疑惑的是說反正就是只有 如果像你所說 反正就是只有少數人可以上天堂 然後 這種完全不同 不是我現在 沒有我現在 但我現在一直就是說那個 在乎別人是 是那個 沒有道理的 我現在是只說是沒有道理的 就我意思說因為你們在乎別人 你的道理是建立在那個 因為你們人生都在浪費別人的時間身上 因為說因為我人生以浪費別人時間為目的 所以我不需要在乎別人是誰 我意思說我是一種時間量 沒有我意思說我的人生是以浪費別人的總時間量為 我的考基標準 就是我的KPI 就假設說我是一個BOSS派來地球的間諜 然後我的人生的那個KPI就是我能夠浪費地球人 多少時間 這是我的KPI 但我會說所以我對就的人是沒有感情的 因為我是來做任務的 我的工作就是要盡量的浪費地球人的時間 像我現在又在成功浪費你時間 然後現在看YouTube的人一定也在時間被我浪費 我都太成功了 我人生就是在浪費大家時間 那我意思是說 所以我以這個為目標 因為我是我的任務 我是間諜或被派來地球出任務 外星人出任務 地球浪費地球人的時間 那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在做任務 我達成我的任務目標 但我會說每個人確實跟我沒幹事 就我現在說地球人他痛不痛我都不在意 結果今天地球人說 哎呀好痛 我就覺得這個與我何干 我確認一下 我也沒有說很爽很爽啊 你們越痛越好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種那麼殘忍 我就是覺得說跟我沒關係而已 我確認一下 你痛不痛跟我沒關係 我確認一下 你到底是這個痛沒有關係 還是所有情緒跟你都沒關係 對都跟我沒關係 我始終當是這樣子 對就是所有地球人 什麼情緒都跟我都沒關係 對呀那我們浪費時間 導致我們產生了這個 哎呀好煩啊 為什麼今天要浪費這個時間 對對 這個情緒跟你也沒有關係 他不會因為 他不會因為 他有這個情緒 而讓你快樂 不會不會不會 如果有人今天被我浪費時間 表示很爽 然後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那我就找那樣的人多浪費時間 因為這樣我們就要互刷任務 就是說那個他覺得爽 我收獲我的任務 所以我覺得這也行 所以就是說 如果有人很喜歡被我浪費時間的話 我也會浪費他們的時間 而且我可能還花比較多時間 在浪費他們 你會不會在乎你的朋友的感受 蛤 會不會在乎你一個人 沒有沒有沒有 我舉例嘛 就是 如果今天你會在乎女朋友的感受 欸欸欸我跟你說 好那也可以 其他事情 你也在乎 沒有我跟你說 這個也很好解釋 就是因為女朋友就是那個 我浪費他時間 他會覺得開心的人 然後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可以互刷任務 對就是說 我女朋友收獲開心 我收獲浪費他時間 因為有一天他發現 我只是在刷任務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說 啊 黃成先生原來你根本都不喜歡我 他媽的 你浪費我這麼多時間 然後我就知道我刷到任務 因為總有那麼一天嘛 所以他前面跟我交往 相處很開心 然後等到有一天他突然發現了 幹我都在浪費時間 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那那個 就會變成是說 其實今天這個人 是不是女朋友 還是男朋友 或什麼都無所謂 只要這個人願意 是這個世界上願意 跟你互刷任務 刷最多的那個人 你就願意跟他成為 最親密的伴侶 呃 從某個角度來講 是這樣嘛 但是重點是 要浪費到他時間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是很關鍵的 因為我現在他覺得自己 時間不值錢 那個我也沒辦法刷任務 比如說有一些那個街友啊 我以前有去試過 跟街友講話 然後我發現街友 他們完全不可能覺得 他被我浪費時間 那你最適合的女朋友應該是 小baby 為什麼 就是你一整天都在浪費他的時間 沒有他可能沒有覺得被浪費啊 因為小baby他可能沒有那種 目標感 他可能不會說 我的人生是要做什麼 所以你這樣都不會讓他時間 就你懂嗎 今天有一個人要從台北去高雄 然後呢 你把他拉去宜蘭 你就讓他時間了 但如果今天一個人 他說我沒有要去哪裡 你很難讓他時間 小baby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所以很難讓他時間 所以越有目標的人 我才是我下手的對象 就我要下手的對象 那你沒有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那個 一段可靠的感情 那你根本沒有想給 但是因為 他以為他可以得到這個 然後你以為你可以浪費時間 所以你沒有要從 沒有啊 他有一天發現不可靠的時候 我就成功浪費他時間了 就譬如說 假設我跟他 就是看起來很相愛 然後都過了很幸福 然後可能過了50年之後 到他快要死的那一天 突然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不愛你啊 你浪費了50年 哈哈哈哈 然後就 他就突然大驚失聲的 就說 我被騙了50年 然後就覺得 就浪費我這麼多時間 那時候他就 那我就可以刷到任務了 所以 所以其實總結來說 就是這個 你喜歡人家有目的的活著的時候 然後被你拐跑這個目的 然後中間這個東西 會讓你有這個 不管你說刷任務 還是刷KPI 還是成就感 就是這個都會讓你很愉快 對對對 OK 就譬如說 可能你白來公司的時候 你可能是滿懷夢想 覺得說 你可以在一間公司 當CEO 然後帶領公司 賺很多錢 然後這個 之類之類的 然後公司可能會很成功 會有幾百個員工 給你管轄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呢 那個 有一天突然發現了 這個 就是 在你那個 經營得很成功的時候 我突然說 公司停業 然後你就覺得 重氣了 你就覺得他媽的 我浪費10年在這間公司 那我現在既然 說停業就停業 他媽的 那不是公司去年 還賺了3億嗎 我說那3億不重要 我不care這個錢 我只care我要停業 我停業就是爽了 然後你就覺得 太受打擊了 那你可能就被浪費10年這樣子 那因為你現在可能 已經經激到這個風險了 所以你就趕快 集歐有份 防止自己未來被浪費10年 先手離席 只被浪費2年 對 就是 你承不承認你算是被浪費2年 但你可能覺得你有很多收穫 那可能就是 我不夠成功 我沒有覺得我被浪費了 後面有一點的感覺 但是還好 我覺得都是有收穫的 收穫的程度之別 所以就是我又不夠成功 我說在你這件案子上面 我就是算經營得比較失敗 對不對 但是 至少你有一點感覺 因為有一點感覺 我覺得是好事 所以你把別人 假設你把一個人聘進來 然後他什麼事都不錯 你就覺得你在浪費他時間 但實際上他有拿到薪水 他又不覺得他被浪費時間 不一定啊 他可能有一天 突然就覺得說 碼了自己過去那兩年 好像都一事無成 他就感受到他被浪費時間 對啊 對啊 就是 對 就這樣我可以來舉個例子嗎 那我們今天 這個討論的 最後的判準是 有沒有道理 那這個道理是誰決定 什麼意思 就你說這個 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有沒有道理 我們就回到主題 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是 有道理跟沒道理的一件事情 那 這個有道理跟沒道理 是誰來評定的 多數人嗎 還是少數人 還是聖經 對啊 等一下再講一次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對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是有道理的 對吧 對 然後跟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是沒道理的 對 那這個有道理跟沒道理 我們要依據什麼來判斷 是譬如說 社會大多數人的想法 又或者是聖經上的想法 還是 其實就是你的想法 我們討論的是哪個是事實 那事實是誰來評定 什麼是事實 就是說這個 沒有啊 就你要舉出證據啊 我也要舉出證據啊 那 好 那 這個證據的可靠程度 也就是所謂的事實是什麼 就是我舉例而已 沒有啊 就是誰說服誰啊 你我 就是你我 對對對 就是說如果你成功說服我改變我的立場 那你就成功了 如果成功說服你改變你的立場 我就成功了 如果我們互相說服不了彼此 那我們就沒人得分 那我就被浪費時間了 沒有啊 這是我也被浪費時間了 沒有沒有你喜歡被浪費時間 不是啊 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 你喜歡被浪費時間 那你的是問題嘛 你沒有說服我 是你的問題 我在高歌旅行 但是那你可以被我說服 你就不浪費時間 我不要 你獲得了觀點的改變 你獲得了思想的改變 我沒有完全沒有被改變 你就不浪費時間 完全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我說如果我們聊一聊 等一下你發現你被改變 你就沒浪費時間 對嘛 你沒被改變你就浪費時間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改變一下立場 認同我這種 大家都不相干的觀點 那這樣的話 你就不浪費時間 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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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都是 我還是回到那個 我覺得 整個社會從 從你出生的那一刻 大家都是有關係的 你爸媽生下來 你跟你爸媽有關係 對 對 你這種血緣上的關係 你也會說與你何干嗎 對啊 當然當然 不是嘛就是 你爸媽養你長大 沒有我覺得那個是一樣的 你為什麼要養我 不是 我跟你說我爸媽只是其中一對父母 我今天如果投胎到別人家 你也會有別的父母養我長大 所以根本都沒干系 因為父母養小孩 其實只是為了 他們的一個社會的需要 因為如果父母不養小孩 會被社會判刑的 像現在你知道那個 棄養是有罪嘛 就是說你不能忽視你的小孩 你如果忽視小孩的話 就社工去舉報 然後你就 會被判罪 那假設你以後跟一女朋友生小孩 對 所以我會養 因為我要不被判罪 為了避免被關起來 你其實是在乎法律的 不是我是怕被關起來 我沒辦法去浪費很重要的人 那你就把他丟到森林裡啊 那你把他丟到森林裡啊 大家也不知道啊 沒有啊 有可能被知道啊 有可能 就妨礙我浪費他時間 你真的很想要 你真的很想要證明 與你何干的話 你可以把他丟到森林裡 如果說是今天是合法的 假設法律規定丟到森林裡 是合法的 那我會這樣 法律規定是合法的話 你就不用丟到森林 你就生出來讓他自生自滅 也可以 我會說只要法律規定合法 我就沒有特別想要 那你生命中沒有任何重要的朋友 讓你感受到重要嗎 還是這個重要的朋友 都取決於你 浪費他時間的程度 應該說是 如果他可以讓我浪費他很多時間 我就覺得蠻重要的啊 因為我是抓到一個 可以浪費比較多時間的對象 有利於我刷KPI 例如女朋友 那如果今天出現一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是 就是跟你喜歡天天立在一起 大家互相浪費時間 那你會把女朋友甩掉嗎 我覺得可以考慮啊 我覺得以前就有人提出過說 那個就是我們公司的某位 就是財務人員可能是我的 那個女朋友的那種概念啊 就真的有人就這樣提過 說那個叉叉叉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你看他整天跟他溺在一起 對對對 然後 你知道我來講誰 然後 所以我一說確實 因為我浪費他很多時間嘛 而且我之前 還有一次很成功 就是我浪費他有點生氣 結果他覺得說 馬的被我坑爆了 然後那時候就超得意 有時候超爽 覺得說哎呀 這個KPI大晉級 他竟然可以造成他 這麼強大的失落感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我 所以你在乎的其實是大家的失落感 而不是時間 嗯 那失落感的話你就中計了 不是 失落感是反映那個時間的價值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如果說浪費時間 失落感是不是一種感覺 失落感是不是一種感覺 欸 失落感是不是一種感覺 人家是不是失落感越多 代表他浪費時數越多 然後你就越爽 真的沒有問題 那你越爽不就代表 你其實也不是那麼不在乎 你其實很在乎人家浪費時間的多寡 導致他感受的程度嘛 要不要站過來我這邊然後我們去結束 什麼意思 你是說就是我很在乎他人的感受 只是我在意的是他人有沒有失落感 對對對 你現在要改成這個主張 也不是改成這個主張 我一直 我的一直的主張都是你會在乎人家的感受 那感受不限於什麼感受 嗯 喔你說失落感是這種感受 對啊 嗯 沒有但我是說失落感是反應他的時間價值 不不不不我同意 我同意 那那那那那那我再我感受 等一下等一下 我我同意你在乎他 他在乎他的時間 然後你也在乎他的時間 就是那個那個感受是一個資訊嘛 他是一個data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意的是那個data背後的意義嘛 所以我會說我不是在意那個他的感受本身 就因為你的那個是在意的人要感受本身喔 我今天人家很痛 兩個都在 我會說今天你如果 兩個都在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人 就是他可能被車撞 然後你覺得他很痛 你在意的是他很痛的那個痛 可是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在意的是那個痛背後只 可能表示他 會有什麼後訓 可是他很痛可能表示他會殘障 可能表示他會 坐輪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假如他很痛 結果突然有一個神醫出現 把腿就扣他一接 接好了 他就可以自由行走 我就覺得這個KPI沒刷到 但如果說他很痛 然後沒有神醫來 我就覺得說 那個很痛 可能會表示他會殘廢很久 我就覺得那個比較好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那個痛 我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他會不會被浪費比較多時間 他那個是有價值的時間被浪費 其實有人趕著要去 可能聽某一場演講 然後那個演講很 門票很貴 演講一場一百萬元 然後呢 所以他那個 我突然讓他去不了 就浪費一下時間 就覺得不錯 今天如果那個 他敢去聽一場演講 那個門票只有一萬元 然後那個就不值得浪費 我意思就是說 那個浪費的時間的價值 對 我就是回到 對所以我會說 感受不重要 我覺得感受不重要 但我會說 我知道你覺得感受是重要 對 那我現在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有這種 謬誤的感覺 就是 別人痛 是別人在痛 我會說 我一直的主張 就是別人痛 是別人在痛 又不是你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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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時候 不是也會因為你爸媽 希望你做的一些情緒 而導致你去做出他們喜歡的行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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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那是為了利益交房 我是為了換得我的資源 對 我是出於那個理性的思考 你不是 沒有那個 他不關我的事啦 他痛他家的事 對啊 就是 你也不是在乎他們的感受 我不在乎他們的感受 你是在乎你大到什麼 對 有時候我媽常常都會很哀傷 都會覺得說 這個為什麼他傷心 我都不在意 我就說廢話 我當然不在意啊 不是我沒有這樣講 但我只是我心裡就這樣想 覺得說 他媽的你痛你 這是你在痛 又不是我在痛 那換句話來說 你身邊的越快樂 你就越不快樂 欸不會不會 他們快樂也好 就是只要那個 被我浪費時間 他們快不快樂都無所謂 搞不好 那你不是因為他們浪費的時間很多 讓你覺得很爽嗎 對 可是我現在說他們快樂可能會 有利於他們被我浪費時間 因為他們快樂 他們就大意了 然後他們快樂大意之後 然後我浪費他們時間 他們突然醒悟過來 哎呀 好像十天被浪費了 那他們快樂 但是實際上他們不覺得 他們被浪費時間 他們有一天會覺得 就像欸 可能你知道那個 有時候國中高中的時候 說大家不要考聯考嗎 那我就會 發明一些小遊戲 我特別喜歡玩小遊戲 找同學玩 發明小學找同學玩 因為我知道他們跟我玩小遊戲 我當然想很開心 然後他們要大考那一天的時候覺得 媽的我國中大跟黃拳玩遊戲 結果害我考不好 他們就知道被浪費時間了 我就得意 得手了 幹掉一個了 或是高中 就考大一樣 高中跟同學玩 什麼五行戰鬥牌 什麼的 浪費大家的時間 大家那個玩遊戲 然後考大學 哎呀考不上 我就很得意 對 雖然我們現在還是生意都蠻高的 大家都是什麼 台大奠基之工之類的 物理 反正就是 太會考試了 對 我們涉涵就是一群那個 不用讀書就會考考的人 對 所以這個是有點棘手 在劍中 要浪費別人時間 比較困難 大家好像都 不會被浪費時間 因為考大學太容易了 對 就是可能要去那些校外活動 去找成功高中 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 不要站不要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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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站 沒有站 我只是舉例啦 因為那個 我確實比較常從那個 成功高中畢業生的口中 聽到他們表示說 我被浪費時間 對 但是劍中生好像很少 聽到有人在說 我被浪費時間 對 因為他們可能都是比較聰明 提早避開 你為什麼覺得這是 像是我跟你說 我的高中同學 他們都經常說 就他們經常對我說什麼 這個 啊黃宗謙不要辱曉 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浪費他時間 他不想跟我講 反正他只要聽我講話 就重計 他一開始聽我講話 就開始浪費時間 他們已經 深暗實力 所以每次我要講話 就說黃宗謙停 不要講 我不想聽你講話 就是 以防被我浪費時間 那你為什麼把這個 當成你人生的KPI 你說為什麼我覺得 浪費別人時間 是我人生的KPI 嗯 嗯 那因為我就說啊 可是外星人間諜嘛 他出任務 就以這個為KPI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不重要 你要回答我的事情是 為什麼你覺得別人的痛跟你有關 他媽是別人在痛啊 你不要那個閃避 不要閃避啊 別人痛我也會痛啊 不會不會不會 別人痛你會痛嗎 那現在那個就是 就是你叫 我心裡會痛啊 那那你現在 不是啊那你現在有覺得很痛嗎 我現在很痛啊 我現在自己打自己 很痛很痛 你打到流血很痛 欸不是啊那你是根據現象判斷 那表示我痛你是不知道的 沒有如果你今天心情很大 我是不是會主動去關心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自己打自己 然後你覺得很痛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判斷 就事實上我會用不痛你是不知道的 我會用我自己的判斷 欸對 我現在說你的判斷可能是錯的啊 那我也會 至少我可以透過我們的交流之間 來確認我的觀察 是不是錯誤的 欸不是我說有可能是錯誤 所以我會去觀察跟交流 對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的痛或不痛 你是無法直接感知的 我的重點是在於 你無法直接感知 我痛或不痛你無法直接感知 這重要 你先說你承不承認 別人的痛或不痛 你是無法直接感知的 就像譬如說 你自己摸到桌子 你會直接感知嘛 但是如果是別人摸到桌子 欸我摸到桌子 你不會有直接感知 但我可以看到你摸到桌子 對對對 但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感受你的感受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同不同意別人摸到桌子 你是不會有直接感知的 這不是廢話嗎 欸好啊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就沒問題 因為我怕有些人他們比較極端 他們會說 別人摸到桌子他們也有感覺 那眾人我就比較難跟他繼續下去了 我就會說 這個你贏了 如果你的主張是 全世界的人摸到桌子 你沒有感覺 那我就同意 這樣我就願意承認 沒有 如果是這樣我就願意承認說 那確實你要在意別人摸不動嗎 因為確實你會直接感覺嘛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主張的 我倒願意讓步 這種人你倒應該要跟他聊下去 這種人感覺 你們可以互相浪費時間 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人我就覺得 我讓步了 我就認輸 如果這個便體 如果打這個便體 遇到對手主張說 我摸住他有感覺 我就會說好好好 你贏了就是 如果你是這樣 我就沒辦法了 但是現在你覺得 我摸住你沒感覺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表示我痛不痛 其實你也不會有直接的感受 那我會說 既然你沒有直接感受 你幹嘛要在乎呢 那我通通說我才痛 你沒有直接感受啊 對你可以判斷 你可以猜測 你可以猜測 你猜測我很痛 然後因為你自己不喜歡那個感受 所以你就覺得說 這樣不好 但我現在說 你這都是猜測 對吧 都是猜測 那萬一我其實很爽 你猜錯了 對不對 那你就發現 你白忙一場 欸那你就被他負責 我就合手了 不對 就是 第一個是我 我感覺我快要變贏了 第一個我認為 這個 我完全沒有 第一個我認為這個 全世界的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我們人是有感情 不然你去 你去 我認為動物都是有感情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只要有感情的話 我們會在乎別人的感受 這很正常 第三點是 他今天痛 但實際上他很爽 我也承認可能有這樣的人 沒比你就是 那也沒關係啊 至少我確認 原來你被撞你是爽的 那下次我就撞撞你 不是啊你無法確認啊 你根據什麼確認我爽不爽 我問你啊 那我騙你啊 你自己要騙那沒關係啊 我幹嘛在乎你真實的感受 那你現在同意了 你不在乎他人真實的感受 不是不是 是你 只有我 因為你會 只有你會這樣騙人啊 不是不是 那這又謬誤啦 你怎麼會覺得 別人就不會這樣騙人 因為我認為大家都是真誠的 對對對 那你這是假設 這是假設 你說大家都誠實 這是假設 大家都會誠實的 告訴別人自己那些的感受 這是假設嗎 換我 換我講話 我說這是假設 換我講話 換你講話 假設 假設今天 人家會真實的告訴我他的感受 那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問題吧 這是假設啊 我們如果完全 你剛剛假設全世界的人都不在 或假設聖經上這樣寫 或是假設耶穌那個時候 那我 那我一步一步來嘛 所以你現在是要先 你現在想要選的假設叫做 大家都會告訴別人自己真實那些的感受 他也可以講假的 譬如說我今天心情很不開心 但是我為了避免 我為了避免他不要 譬如說我今天關心一個人 或是我關心我家人的時候 我跟他說 這個媽咪你今天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然後他為了不讓我擔心 所以他說我沒有 所以他騙我了 他不告訴我他真實的感受 但是我觀察到他可能有點不舒服 我們雙方是 不管是騙人還是真誠 我們都在彼此在乎 你騙我也有可能是 騙你真好玩 你在乎我好不好玩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來 先談你媽的事情 你說你媽騙你 但你們彼此在乎 對啊 我們在乎他的感受 他在乎我的感受 可是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你不可能弄巧成拙 就是說 又怎樣 我先問你 你同不同意有可能弄巧成拙 你舉個例子 就是說假設 你們互相在乎 然後譬如說 搞不好他很在乎你 所以假裝他沒事 然後你不知道 你就以為他真的沒事 然後你以為他真的沒事 是 那結果呢 後來你發現他有事的時候 那你心裡就會很愧疚 對嗎 理論上是如此 因為 對 那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所以你同意這次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其實有可能會有兩個人互相在乎 然後互相騙 然後結果最後就有一方 極度極端的狀況有可能 沒有沒有不用極度極端啊 比如說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說你得癌症 然後你可能不告訴你女友 因為你不想要讓他知道你得癌症 你怕他會不開心 所以就不告訴他 那如果說你不告訴他 所以他就一直還不知道 他可能跟你相處都沒事吧 結果有一天他突然知道了 然後知道你瞞著他 然後可能就會大罵你說 你為什麼要不告訴我什麼 他就可能會有很多情緒 對啊 然後他說這個是有可能發生的 有可能啊 而且這應該其實蠻常發生的 電影是這樣子 好 你的現實不慘 電影很慘 我不知道現實是不知道 至少我沒聽到 對但是 你去化療放療 那頭髮都掉光了 然後我沒事我沒事 你當人家在演瞎還是怎樣 我三不五十就跑去醫院 你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去醫院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喜歡去醫院 有這種事 也是有道理 就是說可能現實中比較難騙 但是你只是說明現實中比較難騙 但是這不代表大家沒有那個想騙的動機 我會說其實大家也是會互相騙的 不是印象表達的 互相表達的事情是說 所以你就有可能無法 禍悉對方真實的感受 然後做錯讓對方會真實感受 不好受的事情 這是有可能的啊 因為你無法知道對方真實的感受啊 因為可能會弄巧成拙 就你以為你這樣做他會開心 結果你做了之後發現他不開心 弄巧成拙 那你就失敗了啊 為什麼失敗 因為你的目的是想要他開心 你想要你女朋友開心 然後就是 結果你那個就是 弄巧成拙 做了他不開心的事 那你就失敗了 因為你目的想要他開心 我不知道你跟你女朋友相處的狀況怎麼樣 或許比較特殊 但是我覺得正常的情侶交往的狀況 應該是我們把自己 至少我們自己覺得自己真實的感受講出來 對對對 但如果我的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一直在騙我 然後一直弄巧成拙 對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可能不適合 可是他可能就是 他自在讓你感到後悔 所以他可能都一直騙你 我就說了吧 正常情侶不是這樣的 欸不是你不知道 因為搞不好女朋友就是 他實在還沒有真相秘錄 他實在還沒有 哪天亮出牌說 嘿嘿我跟華人先生同一個 我也是來地球的外星人間諜啊 哈哈哈哈 然後你終於發現你 之前的這些行為都造成我莫大的痛苦啊 然後你就浪費了一堆時間對不對 那是你的真理 那是你的真理 但我認為世界上大部分的情侶都不是這樣子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的這個認知呢 是有可能在某一天就翻掉的 就是說你現在認為 你都在做很多事情 讓你開心 然後有一天 你女朋友突然跟你先底牌了 你說 你他媽 你這是不是也在假設 過去那幾年 你這是不是也在假設 假設是可以的 我們先train 不是啊不是啊 沒有啊 我是 我是根據你的假設在假設 對對對 所以你也認為你可以 好好沒有問題 我就train這個 沒有 沒有 我就順著你的假設在討論 對對對 那我現在就說 然後他突然跟你先底牌了 那你就適得其反啊 那你適得其反你怎麼辦 就是說你 我選錯人了 所以假設你 對假設你有一天發現 你發現你的女朋友 其實很痛苦 他跟你交往很痛苦 一點都不開心 他所有開心都演的 因為他想要給你一點自信 可能很正面 可能就是 看說啊 潮流太可憐了啦 然後我想說 跟他交往一下 給他一些正面的東西 但假設跟你交往都很痛苦 對 然後他現在這個 真相揭露 說其實是這樣 對那些你做 想要逗他開心的 他根本都不開心 都是演的 突然這樣子 突然發現都是演的 然後 然後我意思說 你也覺得沒關係 還是你會覺得很 失望 覺得說我做錯了 我覺得這女人有病 對 所以你就覺得你跟他浪費時間了 沒有沒有 就是我覺得他有病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然後不早一點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然後他若只是為了讓我開心 我可以去找一個 真正讓我開心的人 或是我也可以讓他開心的人 而不是我們在那邊 沒有沒有 我現在就是說 但我不認為世界上的情侶 會發生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事實的話 我們可以講現實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的意思是 你講的感覺都是 現實什麼都不會發生的事 我現在說的事情就是說 你一直在做 你覺得是讓對方開心的事 然後可是 我一直在做 我會讓我覺得對方會開心的事 跟我會開心的事 對 然後可是我就說 然後結果有一天你突然發現 你做反了 那些事情都讓對方很痛苦 那這樣你不就會很愧疚嗎 按照你的道德標準 或你的道德情感 你會覺得很愧疚 這有點像是小時候說的 什麼誠實的謊言之類的 不是就是有點像說 你今天 善意的謊 假如說你今天開車 然後呢那個 你知道馬路上 其實有一堆小矮人 因為你視力不好 看不到 你的認識 然後我是舉例 然後等到有一天 你突然看到 你突然看到了 就有一天突然有一個人 拿放大鏡給你看 然後你就 哇原來地上有這麼多小矮人 然後都被我壓死了 那你是不是會很愧疚 覺得說我壓了一堆小矮人 可能會 不否認 不是啊 你就像那個啊 譬如說 喬風把阿豬打死嗎 天龍八戶裡面 阿豬假扮成段正存 喬風一掌把他打死 然後喬風不就很 懊悔嗎 因為他打錯人 因為他打錯人 打錯人 那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我會說你可能會很懊悔啊 就是說你 那要怎麼樣 那我會說 你的懊悔就是因為你 在意別人開不開心 如果你不在意別人開不開心 你不在意別人感受 你就也不會懊悔了 那又怎麼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就是 你現在的這種 生活的方式 你在意他人感受這種習慣 我古也稱為習慣好了 或是你的這種 價值觀 這種觀點也是很不利的 因為他會 因為他會讓你在 某一天 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你就很懊悔 讓你發現你做錯了 那你是假設全世界所有人 每個接觸跟每個相處 都是以欺騙人為前提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怎麼不講說 如果今天大家都是正面的 然後今天大家都是 大家都很誠信 就沒有問題 那我同意 假如如果你加一個前提 叫做 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誠信 大家有什麼感受 大家都不欺瞞喔 大家都直接講出來 大家都是攤開的 有沒有可能那個欺瞞 最後導致的結果是雙方都好 也不一定會 沒關係 你先不要討論 我現在是跟你講 我在幫你的立場想 我幫你反方想一個假設 是可以說服我的 假設所有人都很誠信 我感覺你可以自己說服自己 你自己講就好 不是 我是舉例 但因為這個假設你可能 我講的 我會不會 你繼續說 假設大家都非常誠信 沒有任何欺瞞 就是全部人開心不開心 都是透明的 都是一定可以探知的 而且絕對就是 因為不要講探知 就是說他媽就是清楚知道 就今天一個人爽不爽 都是清楚知道 不會有任何模糊空間 也不會有任何詐欺的可能 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覺得你確實有可能 可以去做讓別人開心的事 然後呢 你是都不會遇到問題 因為你做別人的 他真的開心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 就是你這套主張 需要搭配那個 大家都很誠實 大家開心不開心都寫在臉上 都沒有欺瞞的狀況 你的那個主張才能成立 就今天如果有欺瞞的話 你的主張就破掉了 你的主張就不行了 對吧 所以你同不同意 如果有欺瞞的世界 你的主張就是不行的 當然不行 你在想說 什麼 你只是亂七八糟 所以你現在同意我的觀點 我沒有同意 就是說如果這個世界有欺騙存在 那別人的開心 我們就 在意別人開心 就是很愚蠢的事 就在意別人開心就很愚蠢 如果這個世界有欺騙的話 在意別人開心就很愚蠢 那是你的事 這是我的主張 那是你的事 我現在主張就是說 假設世界有欺騙的前提 因為我相信這個主張 應該是被多數人贊同 因為多數人都認為 這個世界有欺騙 那我會說 假設世界有欺騙的話 那在意別人的感受 就很愚蠢 因為你可能被騙 你有可能會被騙啊 那你被騙的人就耍蠢了 所以你不如不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這是我的主張 對 所以其實不是浪費時間的主張 其實是 就是不想要被騙 而變蠢的主張 沒有 我是說在意別人的感受 是很蠢的 沒有 我的主張是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人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因為在意別人很蠢 是這樣嗎 不是不是 那不是因為 你不要頂倒 我的主張是說 人不應該在意別人的感受 這是我的主張 因為什麼 蛤 不是要講道理啊 我現在只是提出一種 說服你的方式 就是說 假設世界有欺騙 然後你在意別人的感受 所以這是你的 你的道理嗎 我是確認一下 我是順著你的道理在講 因為你說了嘛 你順我到底幹嘛 我只想聽你的道理啊 你的道理如果沒有道理 我們就不用討論 我現在就是說 假設有欺騙的前提 不是你回答我問題就好 嗯 不用在乎別人的感受 因為 在乎別人的感受 如果被欺騙很蠢 這是你的主張嗎 是還是不是 是啊 是你的主張 也是你的邏輯跟道理嘛 這是我主張的 這是我主張的 沒有問題嘛 沒有問題 我們往下討論 那我們就很簡單 今天就討論就是 如果被騙是不是很蠢 這樣就可以了嘛 如果被騙 得出來的結果 也不一定很蠢的話 那其實就沒問題 對不對 其實不是沒問題 只是他沒有很蠢 我現在是說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很蠢 我現在就是說 在意別人感受很蠢 我的意思就是說 被騙人很蠢 不是 我的主張是 在意別人感受很蠢 然後我 因為有可能被騙 對對對 因為有可能被騙 對 我的主張是在意別人感受很蠢 然後沒被騙就不蠢 那如果 如果不可能被騙 我就覺得不蠢 所以我也講了嘛 如果大家都是透明的 你絕對不可能被騙 那我就覺得不蠢 那我現在說我覺得 因為現實事件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嘛 我們討論現實事件 現實事件 我覺得大家都會同意 你是沒辦法知道別人感受 所以我剛才講啊 如果有人他有什麼特異功能 他可以直接感知 你摸到之後他就感覺 哦摸到了 那我覺得他就 我就打不過了 我就投降 我就覺得沒問題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主張在意別人感受 是應該的 而且也不蠢 因為反正都能感知嘛 都不會有被騙的問題 但我的主張就是 在意別人感受很蠢 因為可能被騙了 因為現實 地球就是可能被騙了 你現在在地球生活 然後別人感受怎麼樣 你就是可能被騙啊 我問你喔 我們活在這個事件上 到底比較在乎 而是當下的感受 還是最後發現說 我到底處不存比較重要 比如說我今天幫助一個人 就假設我今天在路邊 跟一個 那個做輪椅的人 然後買一個口香糖 對 然後他就是說 然後說謝謝你年輕人 對 然後我也覺得很開心 或是我投一百塊給他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要自我感覺良好 那你就跟我同一掛啦 所以我們都在意自我感覺啊 所以重點是 他演員沒關係啊 你感覺良好 他如果說 他說謝謝你 他說謝謝你 我感受到他很快樂 然後你當然可以 沒有沒有你不看他很快樂 你不看他很快樂 對 我到底是在乎 那個當下的快樂 我如果在乎那個當下 我跟他的快樂 那是不是就OK了 沒有 我不用在乎他自己騙我 我跟你說這樣就表示 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你是自我感覺良好啊 結果你追求的是 自我的感覺良好 結果其實那個老太太 到底是不是真的快樂 根本不重要 只要你感覺他快樂 你覺得你在日行一散 你就覺得自己感覺良好 那說出來你很自私嘛 你其實只在乎自己感覺良好嘛 所以別人見你也不重要 如果他是真的快樂 我們已經假設他是假的快樂了 沒有沒有沒有 先假設他是真的快樂 不行不行 為什麼 因為咧 我們剛剛說了世界有欺騙存在 我們現在討論就是欺騙的case 你就要化解我的欺騙case 來聽 講出一個case是你被欺騙的 停 等下聽我講 你要講出一個case叫做你被欺騙 好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拆成兩塊 會騙跟不會騙對不對 對 好不會騙的部分我們是不是解決 我們總共是啦 不會騙我也覺得沒問題 好好所以老太太 老太太如果是真的快樂就沒問題 那個我早就覺得沒問題 好沒有問題 那我已經贏了一半 沒有沒有沒有 是我已經贏了一半 因為騙了就是很蠢 好等一下等一下 好那如果老太太騙我 其實他這個腳啊根本就沒有問題 他其實站得起來 對然後 我被騙了 對 那我最多就會覺得說 我最多就被騙了 但是我那個當下的快樂 跟老太太可能收到一百塊很快樂 也是 不是不是不是 假設今天你跟他買糖 然後其實他那個糖是他的生命啊 你一買糖他就覺得 好痛好痛 那他就不要賣啊 不是啊 可是他騙你啊 他騙我什麼 他騙你說 這樣賣 他要賣糖 他想要你買糖 他就不要走出來賣啊 不是不是 哪一個正常人會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然後把他拿出來賣 然後我還賣得自己很心不甘情的 因為他可能被威脅啊 他被誰威脅 可能他很在意的小孩 現在落在我手上 然後我就叫他說 你去演一齣戲片 曹恩雄 讓他以為他在日行一散 那這個老太太不就會覺得說 OK他是被威脅他很痛 但是他更痛的是因為他小孩被你威脅 他比較在乎這小孩感受 所以他才會賣糖 對 可是我現在說你以為他日行一散 其實你就在做一些讓他 我還是在日行一散 我在幫助他 讓他的小孩可以盡早從一早上解脫 我不是日行一散 我當然日行一散 欸不是啊 因為搞不好 今天你不做這件事情 我就直接放他小孩啦 今天因為你在那邊傻傻被騙 我才會做這件事啊 就假設今天 沒有人會被騙 假設大家都跟我一樣 不在乎他們感受 所以那個老太太做什麼 都沒有人會被騙 因為大家不在乎他們感受 那這樣的話我這個威脅就沒有用了 那我以後就不會做這件事 不會威脅啦 所以老太太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對吧 或是老太太不要在乎他小孩的感受 那我抓小孩他就說 這小孩與我沒關係啊 我就白抓了嘛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 天下太平 諸事大吉 對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可能被騙的話 那你在別人感受就很醜 因為你可能在做一件 讓別人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你自己不知道 然後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就 哎呀為死以往 你就很悔恨了 你就覺得說 原來我也是那個幫兇 原來我也是那個 在增加這個 事業上的人類痛苦的那個人 你就要很悔恨了 那你還不如一還就不要在意別人感受 比較安全 以免你誤判 結果我會說你想要在意別人感受 結果你誤判 這樣更慘嘛 這樣你不如都不要在意別人感受 至少你不會做錯事 對吧 你不會犯錯誤 你不會做一件 跟你的目標相反的事情 我們跟那些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會有快樂 也會有悲傷 也會有各種情緒 先不要討論這個 自己 我們先定義清楚那個 我知想 假如你要從台北到高雄 你的目的是要從台北到高雄 結果你最後反正你是在往這個 宜蘭開 可是台北不好 台中 假如要從台中到高雄 你最後反正你再往台北開 這樣是不是很蠢 很蠢 對啊 那你就同意我 所以你想要讓別人開心 然後結果你做的事情都在讓別人痛 那如果別人真的開心呢 我剛剛就說了 你怎麼知道 如果別人真的開心當然沒問題 如果你的邏輯建立在 別人有可能不開心 然後別人有可能欺騙你就很蠢 那如果別人今天有可能是真誠的話 那你是不是也會開心 那為什麼你的內斷的證明可以成立 然後另外一半的反正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在台中你要去高雄 結果呢 你因為那個高速公路路牌都是騙你的 你上高速公路 他跟你指說這邊是往高雄 你就照著開了嘛 還叫你剛好開開 反正我怎麼沒有到高雄 我怎麼到台北了 那你才發現高速公路路牌是假的嘛 那我們說那你發現路牌是假的 你不就很蠢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高速公路路牌有可能是假的 那我就覺得不應該開車上高速公路嘛 你應該要開一條那個路牌都是真的的路嘛 你這麼可以上一個可能會有假的高速公路 就我的論點是這個嘛 你如果上一條可能有假的高速公路 就很蠢嘛 因為你可能就開不到高雄 你可能就讓你自己的目標越遠 當然有 那你就賭博 你是賭徒嗎 你是賭徒我也不跟你辯論了 你是賭徒我也沒問題 對 我不跟賭徒辯論 我們要的就是確定的 我這輩子我不賭博的 我只做那種我很確定的事情 比如說我買阿根廷 那個叫做投資 就是我知道阿根廷會冠軍 你投資沒有失敗過 沒有 沒有虧錢 一塊錢沒虧過 對 我指的投資是 比如說我今天下一單 我有做多我有做空 然後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你同時做空這個叫對衝 那你一定會有一邊贏一邊輸 對 那你沒有輸的那一邊 你要加總起來是贏的就行 所以你只要你的人生加總 那好 那我很簡單 我的人生加總的快樂 大於我人生的悲傷 那我就可以了 那你這個前提就是要 人生 還正確的情況 錯誤的多 你要正確的比錯誤的多 我認為這個世界上 真誠的人比欺騙的多 可是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因為可能大家都欺騙你 你不知道啊 欺騙的人比真誠的人多 這裡你沒有要證明 但我就說那大家是兩分而已啊 公平嗎 就是說 不是 我同意 但沒關係 這樣你還是在賭博 這樣你還在賭博 我就說了嘛 我們現在在台中 太好太好 我們有結論 結論很單純 就是 當這個世界真誠的人比欺騙的人多的時候 我的這邊是得證的 再來 如果這個世界欺騙的人比真誠的人多的話 你那邊可能會過得比較舒服 但是那個舒服是對你而言 因為或許有一些人 他這輩子有快樂有輩色 我不是舒服我是正確 你不要扭曲我的論點 那是你認為的正確 我們現在在台中 我再重新講一次我的論點 我們現在在台中 然後你的主張是要去高雄 但是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這個路牌可能有錯誤 只要路牌有可能有錯誤 然後你主張要去高雄的話 你就可能會開到台北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我們還不如 持一個主張 叫做我們永遠待在台中 因為如果我的主張 是我永遠待在台中 我就不會有路牌錯誤的問題 我就不會很蠢的嘛 但是你的主張是 我開到台北的時候 我再往下開 我不是就能夠確定 我一定會到高雄嗎 不是你離高雄更遠啊 那你再開 那你再開 開到日本了 我的意思 你真的不會游泳 你知道嗎 你真的會游泳 開到日本去了 不是 我至少繞一圈 我還是可以去高雄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 路到高雄是很愉悅的啊 但我們不應該 等一下 你的人生邏輯是 只要有錯我就不出發 只要可能錯誤我就不出發 對對對 可能有錯 可能有錯我就不出發 說得好 所以今天只要可能我會被誤導 我沒辦法保證的去高雄 那我算了 我待台中就好 我不要去冒這個險 我萬一我 就是 以為我要再開一個 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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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極度保守的策略 極度保守的策略 極度保守的策略 就是你認為的正確 對對對 就我認為我不做任何有風險的事情 那你不要變了 你不要跟任何人辯論 如果哪一天 那個人改變你的想法 就太危險 不可能啊 那如果你認為 人家不可能改變想法 那你也不需要變了 因為人家都不可能改變你的想法 欸不是啊 這樣我可以改變別人啊 我跟你辯論完 你的想法被我改變了 呃 所以你在乎的 反正就是 但是你在乎的是你可以改變人家的想法 沒有我現在是要遊說 所有人都跟我待在台中就好 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不要想去高雄 說起來高雄都該死 他們都那個 腦袋不清楚 他們那天翻記被騙了 入牌錯了 他們就中記 我們至少能夠確認 我們至少能夠確認 以你這個為例啦 就是全台灣現在入牌 正確的比錯誤得多 對吧 這個應該是事實吧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我覺得你這個 我覺得你這個有點偏提 你舉的力然後我偏提 我現在意思是說 那個 你舉的力我偏提 不是 你沒邏輯和我沒邏輯 我的意思是說 有可能路牌有可能錯誤 我的主張就是不應該開車 等一下 我的主張不是說路牌正確率高 我就要開車了 你剛剛明明就說正確的比錯誤得多就可以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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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是欺騙問題 我說的是欺騙問題 全台灣 全台灣假設有這個 10萬個路牌 裡面有一個錯的 你都不願意上路 是這樣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對衝 你對衝有可能輸啊 沒有沒有 加總是贏的嘛 加總是正確的 加總是開得到高雄的 我即便先開到台北 我在往後開 不是 我跟你說 假設你的路牌正確的是很多 可是你快到高雄的時候 就打一個錯的 我只要在你每次 快要靠近高雄的時候 給你一個錯的 雖然你正確的比錯得多 但是你永遠開不到高雄 因為只要一靠近高雄 就有一個錯的 就把你倒走 然後你就要再開開開開開 然後靠近高雄又有一個錯的 永遠還是到不了高雄 如果是以台灣的話 反正我 沒有我跟你說數學上 以數學來講 0跟1之間 你說你正確的比錯得多 所以你一直在從0 你可能變成0.1 你可能變0.2 但我會說重點是永遠到不了1 我下一個總結 就是我認為這個 我今天不管到不了1 我認為這個0到0.9的過程 都是讓我很享受的 那我認為這個很享受 是你自己享受 跟別人沒關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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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是不是真的快樂 你不知道 如果這世界上的多數 你不知道啊 如果這世界上的多數人 都跟我有同 那你這是賭博嘛 你賭博欸 這是賭博 因為你沒有證據 你沒辦法證明這件事 你也沒辦法證明 大家都是錯的啊 對 但我說我不賭博 我的立場就是我不賭博 你沒辦法證明 你沒辦法證明 到高雄的最後一個路牌一定會錯 沒有沒有 我在講的是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是呢 我不賭博這是大前提 首先我這個人不賭博 然後再來才是說 由於我不賭博 所以我認為 所有去高雄的嘗試都是冒險 因為你所有去高雄的嘗試 你都可能會被路牌誤導 所以我決定待在台中 才是比較明智的 這才是我的主張 對 假設今天到高雄的路上 其實根本就沒有錯過路牌 我就講了 如果都沒有錯過路牌的話 那我就同意 我願意去高雄 可是你永遠不會知道 有沒有錯過路牌 欸不是你不知道 所以我不賭博啊 沒有沒有你可以向我證明 如果你有一天 能夠叫我證明說 這些路牌全部都正確 那我就願意上路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沒辦法向我證明 這些路牌全都正確 結果如果你可以證明 路牌全都正確 我覺得沒問題 現在就是說 因為你沒辦法證明 那事實上就是有錯的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錯 所以我就不願意上路了 因為我這個人很保守嘛 我他媽我只做 有100%會成功的事情 我下個 我下個正確 我認為這個世界上 在乎別人感受的人 多餘 你就是賭國嘛 所以你是賭徒嘛 你就是賭徒 欸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這樣的認知 在你的邏輯跟世界裡面 代表這是賭徒 我也認了 那是你的邏輯 但我不這麼認為 欸不是啊 你99%會贏就是賭徒嘛 你如果要這麼認為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對嘛 你的意思就是99%會贏 你就願意下去 那你就是賭徒嘛 你好像在講 你當衝的那個過程中 你認為你百分之百會贏 然後你不可能會輸 對 這是你的主張 這是你的主張 然後你做出來的這個 投資組合 有多有空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 讓你的目的是贏的 對 假設我今天要去高雄 然後我先開到台北 但是我能確定 我最後還是到了高雄 那我是不是就沒主張 如果你有辦法確定 一定最後能到高雄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中間有錯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現在的意思 中間有錯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只要最後一定能到高雄 就沒問題 只要最後一定能到都沒問題 OKOKOK 最後一定能到就沒問題 好無所謂 但是重點是 你不能保證你最後一定能到 現在的問題是 你沒辦法保證最後一定能到 我 好我們回到主題 回到主題 就是我認為這個世界上的人 多數還是在乎別人的感受 然後那個感受 確實在你所說 那個感受是不是真實的 不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我覺得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就是我們不知道人家的感受為何 但是我們至少能夠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從那些感受跟情感中 我們得到 沒有 我跟你說 我們的情緣跟別人的情緣 沒有 你第一條我都覺得不對了 你的多數人在乎別人的感受 假設 我的世界是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中你一拳 然後你說多數人在乎別人的感受 會嗎 你去問非洲那些人啊 你去問澳洲那些人 你去問美國那些人 多數人在乎自己在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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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很狹態的範圍 也可以也可以 但是 那就很自私 那沒什麼要討論的啊 你他媽的 你只在乎那麼小錯人的感受 那 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是不是自私 不是不是 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是不是 是啊 那你也不在乎非洲人的感受啊 你也不在乎非洲人的感受啊 因為你說人 你只在乎身邊的錯人的感受 對 所以不在乎別人是不是自私 也是嘛 照你的邏輯是嘛 不是不是 我現在就說 你到底 你到底要主張的事情是 你要不要先回到我問題 我不在乎非洲人的感受 對 我確實不在乎 你也不在乎 所以我們都自私 這沒有問題 我在我身邊的人的感受 你認為我這樣自私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我不自私啊 因為我是都不在乎 我是公平的 你不自私 因為你全部都不在乎 那那是你的邏輯 我不這麼認為 那我也覺得沒關係 反正你說服不了我 那往下 我覺得討論很簡單的事情就是 就是 我回到我前面的那個東西 不是啊 就是很簡單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你被欺騙了 所以你在乎的人欺騙了你 所以你做了 你以為他會開這個事情 最後發現他沒有開 這樣是不是很蠢 對嘛 回答我這個問題嘛 不要閃躲 這樣是不是很蠢 不會蠢啊 如果你說開錯邊是很蠢 那沒關係 就蠢唄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常識 不是啊 你前面也說開錯邊很蠢啊 你現在怎麼要有改變呢 沒有沒有我說 我說那是一個常識 他可能當下是很蠢 但最後到了兩目的地就好 最後沒到啊 因為你在乎的人被你弄得苦不堪言 你不知道啊 你一直在弄得他很痛苦啊 你不曉得啊 那我覺得我在乎錯人了 就這個人明顯有問題嘛 你覺得這樣就是那個人有問題 對啊 那照你這樣講的話 所有欺騙別人都有問題 不對 是看欺騙的原因 跟那個當下的狀況 就像你剛剛講的癌症的例子 我們是出於自己 不想讓別人感受不好 所以我們說謊 那我們是出於善意的 然後 對對對 反正就是那個 我現在講就是惡意的欺騙 如果有人惡意的欺騙 你就會覺得那個人有問題 確實啊 惡意的欺騙為什麼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有人他不在意你的感受 他欺騙你就覺得這樣就有問題 因為惡意的欺騙 不是善意的 就這樣你的意思說 他要欺騙要可以成立的前提 只有因為他也在意你的感受 所以他騙你 他騙你是為你好嘛 你覺得這樣就沒問題嘛 就他因為在意別人感受 他因為不想要別人感受不好 所以他騙人 這樣就可以嘛 但你的意思說 如果他是惡意的欺騙 我就是想要讓你不爽 我故意騙你就不行嘛 你的意思說那個人有問題 這世界不是惡分法 或是你可能認為惡分法 但我不這麼認為 我意思說我覺得 這世界是一個光譜 任何的感受都是光譜 那 如果今天他欺騙我 最後被我發現 但我發現他的出發點是良善 我們透過良好的溝通 我們化解出這個心情 那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譬如說好了 我曾經有 假設我曾經有這個 三個女朋友 但我騙我女朋友說 我只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 這是善意的 我認為是善意的謊言 但他不這麼認為 他說你應該就跟我誠實啊 其實我知道你有三個也不怎麼樣 對 我們講開了沒有關係 好 我真的有三個女朋友 只是我當初在乎你的感受 我不想讓你感受不好 所以我們最後把話講開了 那 同時我們在這樣的化解當中 我們從雙方身上感受到了真誠跟喜悅 那我覺得這樣沒有問題 但如果我們不去做這個嘗試 就像你說的 我害怕被他知道 所以我乾脆不要跟這個在一起 我就永遠待在台中 那我認為這樣的世界是不會快樂的 或是說這樣的世界就是 也許像你說的很平靜 但我覺得不會快樂 那我覺得快樂是更悲傷 這都是相較出來的 就是說 因為我悲傷 所以我們感受到快樂的存在 因為有快樂 我們知道不快樂的感覺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才叫活著 這是我認為我的處事觀跟價值觀 也是我的大部分的想法 對 反正你希望說 你認為有在移動才是活著嘛 意思是大家在台中不是活著嘛 你往台一開就是活著嘛 雖然你是說想要去高牛 但你往台一開 你覺得這樣還是活著嘛 嗯嗯 我同意 反正這是我的處事者 你可以不認同 反正你也沒說服我 那我也沒有說服你 那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沒有沒有 我們下個結論 不是不是 我們最後一個總結 我還要工作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這樣就叫做 在漫無目的的亂走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你以為你的目的是高雄 但你說走到台北也沒關係 你跟照台北高雄更遠啊 可是你說沒關係啊 那這樣表示你是 漫無目的的亂走 我們有目的啊 可能只是走錯路而已 這樣就叫漫無目的嘛 我們公司要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 那個 越走越遠 我會說你就可能會 離你的目標越來越遠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就是 你就是路牌是錯的啊 我說假設路牌是錯的話 你就在離你的目標越來越遠 就是你的世界好像就是 所有人都是惡意的 我的世界不這麼長啊 我不是說所有 我只是說有概率 然後我意思是說我們不做那個 賭徒 我不做賭徒 我不賭國 這就很像你經營公司 然後你好像說你的所有決策 都必須要是在百分之百正確的決策之下 我才前進 對啊 對啊 但就不是這樣啊 欸是啊 所以我們丟骰子啊 因為我們認為人的判斷有可能失誤 但是骰子不會失誤 骰子從以前到現在一個都沒有錯 骰子從不失誤 你不要胡我 骰子從不失誤 人生就會一直活在這樣子 什麼 百分之百的 不知道我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 你從來沒有中過陷阱 對 從來沒有中過陷阱 那你怎麼會 那你一百趴的怎麼會 上次我們去那個訓練的時候 開錯路 還是你是故意開錯路 我根本沒有開錯路啊 就是詐數啊 欺騙一下你們 欸你看 果然你又被欺騙了 其實我沒開錯路啊 欸那欺騙得手啊 我現在才知道欺騙得手 太開心了 那時候還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騙到 我記得林亥有說什麼 太假了 說什麼 騙了也不需要這樣子 對 沒有你那時候說太 你那時候說你是真的開錯路啊 你來的時候 但是你說真的開錯路是太假 那林亥就說對 對啊林亥對啦 他發現我的詐數 其實是假的 然後你說你是真的 其實才是假的 對是假的 那也沒有問題啊 反正都是假的 沒有啊我只是說你就會騙到 那沒有問題啊 我說你就是 你的人生也沒有犯過任何錯誤 我覺得也蠻好 應該不是說沒有犯過任何錯誤 應該是你只做你有把握的事情 對對對 沒有任何失誤 我沒有任何賭博 我從不賭博 沒有任何 不要這樣不要賭博 沒有任何失誤過 對對沒有失誤過 所有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想要的計劃之中 計劃之中會輸 什麼你說參加比賽 對啊對啊 那你拿到第三名幹嘛很興奮 欸不是啊我就是 沒有我就是計劃要拿第三名 那你幹嘛很興奮 你沒有回答問題 你幹嘛很興奮 什麼叫 計劃之中會拿第三名不應該很興奮 那演一下假裝興奮啊 假裝興奮 對啊 那也沒問題 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對都在計劃之中 確實 人生沒有超過我計劃的事 那火箭試驗的冠軍得主 這樣改了那麼多次 都是你有意為之 對啊計劃之中 對對對 那你火箭試驗從一開始 你就知道誰是冠軍 對 從一開始就知道 那下一屆是誰 下一屆不是莊伯勳嗎 都是內定冠軍 下一屆是莊伯勳 對 再下下一屆 再下下一屆 這個 沒有我跟你說 你討論太遙遠的事情 就是另一個狀況 對 就是 可能到時候就會有把握 現在還沒把握 所以現在不講 是說咧 這個 就是太遙遠的事情的時候 會有一個麻煩 那你幹嘛靠骰子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太遙遠的事情會有麻煩 不是 為什麼我們要靠骰子決策 你知道那個混沌理論 就是你太遙遠的東西是 你是不是現在 我現在 比如說我現在把這個按摩箱這樣移一下 這支片 我這樣子 我這樣動一下 就是 這個事情可能就 點閱數就變了 比如說等一下 現在點閱數是 十個人好了 然後呢 我現在把這個槍這樣移過來 然後再移過來 點閱數可能就變一百 你懂意思嗎 我懂我懂 所以這個東西 你沒辦法預測 是因為 你會做一些事情 可以直接改變結果 那我意思說 你就是怎麼講 因為那時候像是 比如說 我叫你猜 我等一下會舉右手起來 還舉左手起來 那你一定不可能猜對啊 因為你猜右手我會舉左手 你猜手我會舉右手啊 你的猜就影響我舉什麼 但如果今天是那個 你寫在一張紙上 欸就可以嘛 因為我不讓你寫什麼 我就不能猜 我就沒辦法針對你的 寫來部署來舉那個 讓你答錯嘛 但我意思說 如果今天你寫在紙上 我有透視眼 那又不行了嘛 對嘛 所以我寫在紙上 就不舉嘛 這樣就永遠不會錯 我們不開黃槍 我沒有開黃槍 我意思是說 你只做有把握的事情 所以就是 舉了就有可能會輸 所以我不舉 所以你不舉 我沒有不舉啊 我說你不會舉啊 你剛不是說我寫在紙條上的話 你因為害怕會輸 所以你就永遠不會舉起這個手 對不對 我沒有開黃槍 你就是舉手這個動作 你已經開了 你不能說你沒有要開錯 我的意思就是 你蓄意開黃槍 那是你認知上 我的意思就是 你蓄意開黃槍 那是你認知上 我開了黃槍 那我不怎麼認為 沒有沒有沒有 你就蓄意嘛 不是 那你知不知道 布舉是什麼意思 你100% 你知不知道 布舉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啊 那你知道那你還說你沒有 可是我們有前後文啊 你好像在講那個 你知道有時候 我說人家很可愛 是在嘲諷人家 我說人家可愛也是真的可愛 對 那不是前後文的問題嗎 那我剛剛講 你不舉起你的手 還有補充 那我現在只要回答 你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 當今天這件事情 有變數的時候 你就不會做 沒有我跟你說 如果我剛剛的回答 就是說 對我不舉 你就哈哈你中陷阱了吧 沒有 你100%確定我會這樣反應嗎 你也不確定 不是 我是說有可能會這樣 所以我剛剛就沒有重計 我就是先守防禦 我就是 那個 你都活在你自己認知的這個事情 但事實上可能就不是這樣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開紅牆的意思 那是你現在變稱 對對對 無所謂 你可能有 扯扯扯 因為我沒辦法直接感受到你的心理狀態 扯遠 扯遠 按照你的邏輯嘛 你也說你沒辦法直接感受到我的心理狀態 對對對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開紅牆 你也不知道我有沒有 知不知道你開紅牆 對對對 那我會說 既然大家都在這種互相未知的狀態下 那我假設你有概率開紅牆 就沒有錯啊 我就假設你有機率開紅牆 所以假設你有機率開紅牆 所以假設你有機率開紅牆 我當然不能回答我不舉啊 不然我就重計了 就是白痴啊 不舉起你的手啊 我後面不是有補充嗎 我問你不舉起你的手 還是不回啊 我就是說那個就是 你100 你有沒有100% 如果是 應該說 如果你100%確定 我不會開紅牆 或我會開紅牆的話 你就可以足足選擇 重回的責是因為你害怕嗎 不是 我是說是因為有概率嘛 我是說在有概率的前方講 我不賭博嘛 那你拍這支片的話 你拍這支片 你想要達成目的是不是 沒有目的 我們辯論的那個目的 浪費別人時間 我已經講過 沒問題啊 所以我說總結了嗎 因為我不想再浪費時間了 我們做個總結 那很簡單 你趕快承認我的立場是對的 你就不用再浪費時間了 我不要我幹嘛這樣 那你就只好繼續浪費時間 為什麼我要受限於這個繼續 不是啊 因為你的論點是錯誤的 不不不不 為什麼我認點錯我就要受限於你 我一定要同意你 為什麼我的論點是錯的 不不不 你不懂我也沒問題 你只要知道你論點是錯的就行了 為什麼我要知道我的論點是錯的 不不 我那意思是說 你的論點是錯誤的 然後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論點是錯誤的 但是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的共識是你的論點是錯誤的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沒有關係 就是你的論點是錯誤的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論點是錯誤的 喔OKOK 這我OK 對 只要你承認你的論點是錯誤的 然後你不知道 我可以講話嗎 沒關係 你可以講話 那 這個對錯是不是都你來判斷 不是不是 對錯不是我來判斷 我說了嘛是我們的共識 我們兩個人來共識 沒有 共識是不是兩個人都同意的事情叫共識 對兩個人都同意 那我不同意你同意是不是就 那就沒共識 那只好繼續下去 那你剛剛講說錯誤或正確 那你也是你自己認為的錯誤跟正確 不是我自己認為的錯誤跟正確 然後你 等一下等一下 聽我講完 聽我講完 你不要一直搶話 聽我講完 你剛剛所謂的正確或錯誤 都是你出發你認為的正確跟錯誤 然後你覺得我會同意的正確或錯誤 所以最後會變成共識 這樣沒有問題嗎 等一下我先關一下飛行好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乾嘛 沒有我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你要100的話確認之後你都會打過 看 你接電話 沒有啊我我關飛行的啊 我只是那個滑掉他 那個什麼 我要下決定 我要下決定 我說你所謂的正確或錯誤 都是出自於你自己的認知跟判斷 然後你覺得我也會這麼認為 所以你認為這個叫共識 但我不這麼認為這個就不叫共識 那如果這不叫共識的話 我覺得沒有結論也挺好 我還是可以回去工作吧 不是不是不是 為什麼今天一定要得出一個 我同意你或你同意我 沒有沒有 我現在意思是說我們的共識 是你是錯誤的 我是對的 這是我們的共識 哪有 然後只是說呢 你現在不知道這個共識 你還沒有知道它 但是它就是你也承認的東西 就是有點類似說是 比如說那個中華民國 那個是有獨立主權的國家 就是 就是這個是共識 只是呢 誰跟誰是共識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的共識 就是習近平跟可能 蔡英文的共識 就是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只是現在習近平還不知道 這件事情 他還不知道 但是這是共識 他們的共識 是這個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國家 只是習近平還不知道 還沒有認知到這件事情 這已經是他們的共識了 沒有啊 這是他們的共識 我們對共識的定義不一樣 不是 如果 如果今天中華民國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話 那今天 中國 中華民共和國人 他們可以直接來台灣省旅遊 不需要被阻擋 就他們應該可以游泳游到台灣 那也不叫偷渡 也不會 或是他 飛機 所以共機開過台灣領空 不會被打下來 不要浪費時間 沒有沒有 我沒有浪費時間 我現在可以講的事情是 所以這件事情是有共識的 中華民國 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件事情是有共識的 不要浪費時間 今天他也沒有稱這個 蔡英文是這個 就是流亡 就是流亡政府 然後是這個 反韓軍要把他鎮壓剿滅 沒有嘛 所以是有共識的 但是他還沒有認知到這件事情 不要浪費時間 或者說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 沒有認識到 反正就是沒有認識 其實你一次不聽別人講話的話 不可能會有共識的 對不對 沒有 因為你希望別人認同你 但你一直在 不斷 就像你高中同學 不喜歡你一直輸出一樣 因為 我現在讓你輸出啊 你可以講話 我可以輸出了 我沒有不讓你講話 我的結論就是 我們各下一個 可能下個一分鐘的小節 然後我們就結束今天 不然就是太浪費時間 但是你那個結論要有共識 但你不能結論是自言自語嗎 對嗎 我就說了嘛 共識是我跟你都這麼共同認為 但是如果 我們永遠得不出的共識 我們總不可能一直拍下去 欸不對 可是因為你要在乎我的感受 按照你剛剛的主張 你是要在乎我的感受的 那如果說今天你那個 共識的話 我就感受不好啊 我就想揍你啊 我就覺得很痛苦啊 那你就不能這樣子亂下共識 就會說如果明明沒共識的事情 你要強行主張這是共識 我會很不爽 就會說如果是真的共識的話 我當然可以同意 就會說我們的結論必須要有共識 但是我同意 但是我同時也在乎我自己的感受 有時候我們在這種 自己跟別人的感受之間 會去做全盤 那 那其實就還是別人感受不重要嘛 那也沒關係 不一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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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主張是這樣我也OK 看人看人 沒有你的主張是完全不在乎 我的主張是我還是會在乎 沒有沒有沒有 你的主張是假裝在乎 你是假的在乎 你說你在乎我的感受 其實個人就不在乎 你只是演演嘛 你叫他也在演演嘛 其實如果感受怎麼樣 你也覺得不重要 你只是演演 你只是想要 不要讓自己顯得很人血無情 然後為了自己的那個社會利益 你想要顯得自己好像是一個 會在乎別人的人 但是你這只是為了演演 所以你覺得你演到這樣 人自已盡夠了 就不演了 你一百八 你一百八認為 你現在講的話是正確的嗎 我如果不是這樣想 那你是不是在猜測 猜測啊 是在猜測啊 我也是說同意是在猜測 猜測 猜測 你也是賭徒 你說我也是賭徒 現在變成我也是賭徒 所以現在重點是 只要我承認我也是賭徒 你就OK了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OK 但是我覺得經營就到這樣 我覺得太多了 我想要工作 或是你認為我的工作不重要 那也沒問題 我認為你的工作不重要 那也沒問題 那工作出包 公司出包 公司不賺錢 公司倒閉 都不重要 都沒關係 計畫之中 但是沒關係 我不想要這樣的工作可以 對啊 沒有沒有 所以你看嘛 問題不在我身上 問題在你這邊嘛 其實我是都可以的 不管你做什麼選擇 我都OK 現在已經得出這個狀況了 現在的局勢就不管你做什麼我都OK 那我不想 我想要下結論可以嗎 對 那你不能下一個錯的結論 那我會感受不好 你不是說我做什麼都OK 那我會感受不好 那你就感受不好吧 所以你不在意別人的感受 那你就等於同意我的論點 抱歉 我在乎整間公司所有人的感受 然後我也在乎 我如果再不好好回去工作 公司可能會虧錢 沒有沒有 你剛剛那個所有人的感受是猜測 雖然你有100%把握 所有人的感受都是如你所策 如你所拆 那我覺得也沒問題 我跟你的人生跟價值班不同的地方 來自於我不會100%才去做 你會我不會 哦 你都不用100%你就做 對對對 你1%也做 不一定 當然會比例不同 那我現在就在你面前 我就告訴你說 你這樣我的感受很差啊 幹嘛你現在去工作 所以我現在跳了 然後拉窗打開跳下去 那如果這樣也沒問題 就如果你同意你現在去工作 我可以現在開窗跳下去 好OK 這樣我就覺得公平嘛 你不要 第一個 呃 對嘛 這是公平的嘛 你可以現在去工作 我也可以現在開窗跳下去嘛 我們對賭 你可以猜測啊 你可以猜測我不會啊 你可以猜測我開窗跳下去 只有1% 對吧 你知道我超級超級 所以因為我的賭注夠重的時候 就算他只有0.1% 都會很大 對嘛 因為有期望值的概念 你有期望值的概念 對吧 就是說我認為你是有期望值的概念的人 你應該也同意這件事情 你覺得 就算機率非常非常小 但如果賭注非常非常大 你也不會下 譬如說你今天賭一千億 不一千億太多了 公司沒那麼多錢 我會說假如我今天拿公司一千萬 去賭一個什麼賠率1.0001 這幾乎一定會贏的東西 但因為他有可能會全輸 你就會阻止我嘛 因為你在意期望值 我會說 你是要同意你在意期望值 我會說如果你要同意你在意期望值 我覺得也沒關係 我會說我覺得這樣我們也可以有共識 結果我會說 因為我看得出來嘛 你現在想要去工作 那我會說你想要去工作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有辦法 可以找到結論 結果你承認期望值就夠了 結果你不要用機率 你不要跟我說是什麼 1%99% 你就跟我說期望值 如果你今天應該把你那個機率感 期望值 我覺得也行 這樣就是有一個進展 就是說你如果說是那個路牌錯的機會非常低 對 路牌錯的機會非常低 可是如果那個路牌一錯就很嚴重的話 然後你就也不敢上路了 好那我覺得這樣我們就有共識 就是說我們的共識就是說 我們可以開車上路的前提就是要 路牌可以有錯 可它的錯誤不能是致命的 不能說這些路牌你開一開就開到 那高公路就斷掉了 開車的就摔下去摔死了 這樣你就不能接受 應該你也不能接受 我相信你也不能接受一條高公路是會有斷點 然後開一開就最柔了嘛 我可以講話嗎 可以你可以講話 兩個地方 結果我要下結論 對 第一個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今天就是今天一開一開 可能這個路牌會有掉下去的風險 那就不該上路 但是這個東西 這個風險還是有 還是有不同的情況 舉例而言我今天出去也有可能發生地震 或海嘯或什麼 這是廢況 但我還是會出門 對因為我覺得那發生機率很低 就像我坐飛機就可能會死掉 我坐火車就可能會死 我開車當然也可能會死掉 廢況 對 我今天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 我可能會死掉 但我還是必須活著 所以我會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這是期望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問題 第二個我超級無敵討厭 我在警告你最無事 不要拿自殺威脅 我他媽我家人就自殺死 我非常討厭別人拿自殺威脅 我沒有威脅啊 我只是在說明情況 你可能不在乎 你可能不在乎 但因為我在乎你的感受 所以你拿這樣我感受非常的差 但你可能不在乎我感受 那沒關係 我把我的感受告訴你 如果你不在乎那就算了 你不在乎我也沒關係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覺得我是威脅 沒有沒有因為我認為這樣子 但因為你 所以你家人是威脅嗎 你家人自殺 就因為他威脅 威脅失敗他真的死了 他是威脅才自殺的嗎 自殺的沒有威脅 但沒自殺都會威脅 所以我非常討厭別人拿自殺的 不是啊 那你這樣講的話不就矛盾了 你不是說你可以知道別人的感受 你可以知道別人的欺騙或不是欺騙 然後你說自殺的都在威脅 我沒有跟你變這個話題 我只是跟你講 我非常討厭這樣的東西 但如果你不在乎那沒話題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就是在真誠地告訴我 我很在乎啊 我很在乎你的感受 不 你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不是 你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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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十方嘛 你要同意我也沒結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在乎你的感受 那就結束了 那結束了 那結束了 對吧 對 我很在乎你的感受 但是 但我的意思是說 啊 真的 真的才用自己的感受威脅的人 是你啊 你用威脅 你用這個 我說你不要再跟我講 你用這個 明明是你才威脅我 你才是那個 在用自己的感受威脅的人 好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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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知道我就不可能會開裝跳下去了 我怎麼知道 你 你最喜歡拿這種事發展到你面前 啊你都說了啊 都是威脅都是假的啊 你都說都是假的 你說了99%跟18% 你剛剛都說都是假的 沒有你應該要知道是100%我不會跳 我怎麼會知道 我只在跟你辯論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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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錄節目而已啊 好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 不是 可是 可是你就威脅啊 你才是那個 用情緒勒索別人的 對不起 好 不會這樣 沒有 我說你這不是一個 就是 辯論精神 你不是有 你不是在用道理 你不是在用講道理的 我說了嗎 你最後講道理 你最後講道理我同意啊 我是那個期望值 你現在 你做的事情就是超出我期望值的事情 所以我很討厭 超出你期望值的事情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我只在辯論而已 我知道你在辯論 但我也怕你做的是真實 就像你每次說 你要自殺去換6000萬送信 沒有 那個是真實 沒有 那個是真實 那個不一樣 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個我可以跟你說 那個是真實 等一下 終點來了 對 我說了我是靠期望值在生活 不是 可是我現在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現在死的話 我只有1000萬 我如果那個時候 我如果那時候死是7000萬 我會說我現在死公司只會拿到1000萬 我如果那個到期 就是應該是明年 呃 今年了 欸 明年 明年一月 反正我是說如果是那個保險 滿兩年 我在死我公司是賺7000萬 所以我會為了那個六千萬 我現在一定不可能開床跳下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買保險 我知道你這兩年買到 不是 我的意思是還沒滿兩年 你知道還沒滿兩年 你知道還沒滿兩年 你就知道我一定不會跳 所以你就知道我剛剛只是在腐爛 你那麼有種情緒用事的人 所以你都認為自己沒有情緒用事 我沒有情緒用事啊 我肯定會為了7000萬不會開床啊 對不對 好 沒事 我只是想要證明你不在意我的感受啊 就是 但是就是被你反威脅 用情緒勒索法 真的是很過分 就是 而且我覺得你這樣很不應該 因為你竟然認為我 不會想要賺7000萬 你認為我1000萬就滿足了 就是對我人格極大的侮辱啊 就是他媽的 我的命只值1000萬元 我現在已經值7000萬了 你再一點點事 我只要再多活到那個時候 我就變值7000萬了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說我只值1000萬 你他媽的 這什麼態度 那你今年年底就滿 你再買6000萬 欸可以可以 這樣我就可以確保你再多活兩年 欸對 事實上沒錯啊 那你要找到寶寶詩 跟我簽保單 沒問題啊 我一直都是這個主張啊 只要他可以再給我簽更高額度 我絕對不死 他絕對撐到那個 額度對線嘛 不然我就呆子了嘛 我那媽就 那媽只領7000 我那媽可以領1億3000萬 再財保單 我是這樣主張沒錯啊 只要可以一直簽下去 我絕對不會自殺 因為我可以讓我的聲音變得更有價值 但如果沒人跟我簽了 你的價值 你的價值 不應該用錢來判斷 反正那是另一個問題 我只是在舉例說明 你也可以 對就是說 所以我只是在覺得說 你他媽覺得我會這樣跳 意思就是說 你覺得我他會為了這個 就是 我真的 我這輩子都很討厭聽到這個 我是真的 那是我的感受 可是你很討厭聽到 我剛剛問你了 請問那個 你很討厭聽到 就是 但是 但是你就說了嘛 那那個 你自殺的家人他到底是 他沒有講 他到底是威脅 他沒有威脅 他沒有威脅 有威脅的另外兩個家人 都沒有死 但我很討厭聽到 不是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憑什麼主張 你的另外兩個家人都是威脅 搞不好 那兩人是真的啊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威脅 也有可能是真的啊 就是因為不知道 就是因為不知道 對不對 那你就回到我剛剛那個問題啊 你不知道真假 所以很麻煩啊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人 到底是真的感受極度痛苦 然後要去自殺 還是那個人是 出於某些目的在威脅 你不知道 都有可能啊 他可能是出於某種目的在威脅 你做不到他還去死 不是 我跟你說你不知道是哪一種 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感受很痛苦 還是他是出於威脅 我不知道啊 我同意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所以假設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以為他是威脅 結果最後他真的死了 那你就會感受很愧疚嘛 對吧 按照我們剛剛的分析 你會 不在乎 沒有沒有你家人啊 你家人 我已經講的是你家人 我知道 我說我說 我說如果不在乎在這種狀態下 或許會過得比較好 但我還是不願意成為這樣的人 對所以你在乎你家人 我會說假設他是真的 然後你以為他是威脅 最後他真的自殺了 然後你會很愧疚嘛 按照我們剛剛推你會很愧疚 我同意啊 對那我會說 所以知不知道真假就變得很重要啊 可是你 可是連你家人 你都沒辦法知道真假 那你還怎麼跟我說 你有辦法知道這個世界上 其他人的真假 去感受啊 那你家人你都感受不到 你還要感受外面的人的真假 他會威脅我 不就是因為他在跟我跟我共同嗎 不是啊 你感受到威脅 你感受到不是他很痛苦嗎 但我也感受到有時候他很快樂 他跟我表達其他東西的時候 但我意思是說 我會勇敢的講出來說 我不喜歡你這樣子 不是啊 可是你不知道真假啊 也許他很快樂 但是他表現出來都很 他表現出來都很快樂 但其實他身體過得不快樂 那也有可能 萬一剛剛我真的是 真的想跳呢 所以我不賭啊 不是我現在一直說 其實是沒辦法分辨的 我沒辦法分辨 所以我說期望值的問題嘛 你可能有0.1%的機率 有可能跳我 我都不賭 因為那個對我來說很痛苦 就像你上次在路上被摩托車撞 可能就沒事 他可能會擊殺 為什麼我要拉你 我不賭啊 我如果能控制我為什麼要賭 那後果我沒辦法承擔的時候我就不賭 後果可以承擔的時候我就賭 你說我這樣是賭徒未認 你現在改變立場了 變成後果可不可以承擔比較重要 我覺得是 對我同意 我同意 期望值不是就是這個概念嗎 沒有 你應該也是機率論嘛 我現在已經把你從機率導正成期望值論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進步 也可以也可以 但我意思是說 假設我今天 我不能因為我今天出門 有可能被車撞死 我就不出門 就像 你也不會因為你今天出門 然後你100%覺得自己 不會發生 不可能發生車禍 你才出門 我是這樣子啊 那你怎麼以前會發生車禍 沒有 那個不會撞死 我就說我知道不會被撞死 不一定啊 我自己說我覺得 那個車禍是我故意想被它撞的 所以我才覺得它很倒楣 因為那個車禍是我製造的 就是我故意製造車禍 然後所以我才覺得它很倒楣 你可以控制這個世界上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開的車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但你可以控制 如果隔壁那個剛好酒駕 然後突然把爸妹撞飛 這件事情 我們永遠沒辦法預料到對吧 欸不對啊 我覺得是可以避開的 比如說你那個深夜時間出門 比較容易遇到酒駕 你那個大白天 現在就比較難遇到 對 這也是機率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肯認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早上在酒駕 這不能肯定 我可以肯定我路上不要遇到嗎 你這個怎麼肯定 沒有 我例子就是說 我剛剛舉那個例子就是說 說明它是有不同的狀況 所以你只要了解很透徹 你對於台灣每個用路人的習慣 你都了解很透徹 對於每個車牌都有研究的話 你就知道哪台車是不可能酒駕的 你說紅色比較危險 或是紅色比較安全 計程車比較安全 之類的 對啊我例子說你只要擁有那些資訊的話 你就知道嘛 你就知道那個 不會嘛 就是 大概率不會 我不能說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就是沒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就是大概率不會 你就 就 對但是反正重點是 我們剛才已經把你導正成期望子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但我例子說當那個後果 我沒辦法承擔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的狀態之下 我盡量不去做 對啊那我例子就說 所以你先從台東開去高雄的話 萬一高速公路路斷了 你怎麼辦 你就那個後果你就不能承擔 如果高高路段 你開一開就掉下去摔死了 那就看那個路段的機率到底多高 如果真的碰到 那我也認得 就像 欸沒有這兩個是不同的 沒有這 染COVID有沒有可能會死 有可能會死啊 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工作 為什麼要出來 為什麼不去 沒有啊所以說你是賭徒嘛 我 如果你認為這樣 最後還是賭徒啊 對對對 如果你認為這樣是賭徒 我也認啊 我說啦就是我出門就有可能被車撞死 我上天就有可能被車撞機 我坐火車可能會發生那個花蓮的事件 意思都一樣啊 那為什麼我還是會毅然決然的選這個東西 因為 這是我的人生啊 然後 我覺得 機率極低我就願意去嘗試 我覺得公司 沒有沒有沒有是期望值可以 就願意去嘗試 對對對 你也可以這樣解釋 不是機率高低 是期望值你覺得可以接送 你就願意去嘗試 對對對就這樣 你跳下去我沒辦法接受 對對對 期望值 我這邊問 期望值嘛 期望值可以接受嘛 我可以接受 所以最後是看期望值嘛 我可以接受 對嘛 我就說看期望值的話 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 你不知道真假你怎麼算期望值 其實是算 你那時候都亂算啊 所以你是賭徒嘛 我可以同意 就是我的人生裡面 我用我自己的算法在過火 對嘛 因為其實最後你是用我自己的算法在過火 所以你還是只有一個人 你其實沒辦法拿社會刀給你背書 因為你最後發現 你其實是一個人在算希望值的 因為其他外面怎麼樣 你就是不知道啊 也許大家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沒關係 大家不知道啊 但我意思說 如果你回歸到最原始的遍體 在乎別人的感受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你不在乎啊 我在乎 沒有啊 不過我不在乎 我剛剛讓你跳 不是啊 那你是 你是害怕我跳的時候 你會有別的後果 你那個在乎不一定是我的感受 我在沒有感受 沒有啊 你不在乎我的感受 你說我不要拿自殺威脅你 表示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啊 因為我剛剛大家是非常痛苦想要跳下去啊 然後可是 你說了嘛 你打很痛苦啊 所以我停了 不是不是 我抱你啊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那是遍體贏了 然後你就覺得安慰一下輸家 我才不在乎便宜 我才不在乎便宜 沒有沒有 你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便宜的話 你在更早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說 承認我的觀點 然後就可以去工作了 兩全其美 所以其實你很在乎便宜輸贏 而且最後我那時候講的時候 我說我在乎你的感受的時候 你就說 那你贏了嘛 這個便宜結束 不用變了嘛 因為我在乎你的感受 我想結束 因為我想結束 我覺得時間過長了 對可是我會說你看 你 但是我會說 雖然你不在乎我的感受 說我在乎你的感受啊 但其實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啊 我在乎啊 沒有啊 不是啊 沒有沒有 你是怕我跳了 你會上社會新聞 你會有別的問題 你是 你不是在乎我感受 因為在乎我感受 你可以先投降 你可以先接受我提出我的共識 就是說人 人不需要在意別人感受 然後只是你還沒有認識到 這個是真理 你明明可以接受這個 也可以去工作 我也不會跳啊 你就是不肯接受 你就是覺得辯論輸贏更重要啊 而且還說我拿自殺威脅你 你很討厭啊 你這些都是為了辯論輸啊 才不是為了辯論輸贏 你要把這個東西拆 拆掉 沒有關係 你不是為了辯論輸贏沒有關係 現在可以學台德馬 好 那你趕快重新承認一下 我們今天的共識結論 就是說 人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如果你承認這個的話 我覺得也無問題 來 對 我們現在結論 共識就是 人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OK 我們這樣就可以下班了 你可以去做你的工作 對嘛 我也不用威脅你自殺什麼的 我們現在就是只要達到共識 你只要承認 我們今天辯論的共識 結論 就是 人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這個才是正確的 你只要承認就好了 你承認這個是正確的 你承認這個辯論 我正方獲勝嘛 與你何干 正方獲勝嘛 你現在承認一下 既然你說你不在意輸贏 你更在意我感受什麼的 巴拉巴拉的 你看嘛都是 bullshit 其實你還是很在意辯論輸贏 我沒有不講 那你再講 我講 第一個我承認 第二個是 這個辯論的輸贏 我覺得沒關係 但你不要日後 在日常生活中 拿這個嘴我 什麼叫日常生活中 拿這個嘴你 沒有啊就是你現在也同意 人不用在意別人的感受 才是真理 我 這是真理 但不代表我會這樣執行 沒關係 所以我輸贏 不是說你認知不到啊 我剛剛在講的啊 我的結論就是 人不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這個是真理 然後只是你認知不到就是這樣 所以你直接說我 更改一下 我不在乎輸贏 所以我覺得你贏 我跟你達成這個共識 我覺得沒有問題 那我要工作 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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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不行 你要說那個 我同意 我曹雯雄同意 人不用在意別人的感受 這個才是真理 你要這樣講 沒有沒有 你要重講一次 人不需要在乎別人的感受 是真理 可以吧 你要說我曹雯雄同意 人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是真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還是這樣嗎 沒問題 你可以工作 好那我現在來澄清一下 我剛剛那個 哭什麼的啊 那個都是演演而已 都是我演技精湛 靠著我精湛演技 我現在贏下這個便利 所以我的主張 還是維持原本的 人不需要在意別人的感受 這個才是真理 對 那這個之後 我會再繼續找來賓 來跟我挑戰這個題目 就是我永遠都是正方 我要找一些反方來賓 你覺得人應該要在其他人的感受 來當來賓 然後來辯論這個題目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 第一季我現在目前暫時勝出 第一集啊 第一集 這一集 這一集有幾集不知道 什麼 不知道會有幾集嗎 但我覺得 我不可能變輸的 我的辯論勝率是100% 怎麼可能會輸